第0041章 未来花旦 中午11点45分 公司附近的一家高档餐厅 李锐看着对面的唐诗 行中很是惊喜 唐诗啊 前世鼎鼎大名的85一代四小花旦之一 神鹰电视节女神 以气质柔美 知性大方 而著名的一线女明星 如果没记错的话 唐诗主演的电视剧 《剑仙奇侠三》 刚刚播放完毕 正在筹备令他大红大紫的古装戏 步步为营 明年步步为营开播后 红极一时 由此奠定了唐诗在演艺圈的地位 如今的唐诗小有名气 但和未来相比 还是知名度差了些 坐在餐厅里五分钟 都没有人过来要签名 这五分钟 唐诗一直在上下打量李锐 越看越觉得平平无奇 在叶冰林的描述中 李锐三言两语 揭穿爱德华 可以用惊为天人来形容 于是在唐诗的幻想中 李锐应该是个神采飞扬 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的男子 这一见面 他的幻想就破灭了 其实李锐有点小帅 可唐诗见惯了演艺圈里的俊男美女 审美标准也就变得很严苛 按照他的标准 李锐就是素人平均水平 聊聊吧 唐诗决定单刀直入 聊什么 李锐有种接受审讯的感觉 聊聊你的情况 唐诗道 你是海州本地人吗 我是云山县的 李锐答道 考上海州大学之后才过来这边 李锐说着 瞄了叶冰林一眼 发现他低着头 看不到脸上的表情 哦 外地人啊 那你现在住什么地方啊 我打算吗 只有买了房子才算真正的海州人 买了 哦 多大平方啊 唐诗故作不经意的问道 大概3000平吧 李锐淡淡的道 唐诗刚喝了一口茶 差点喷出来 imgsrc等于http 冒号斜杠斜杠屁 9-reading-sign fnovelpick comnovelpickr epicat 3594763 19615 f4403 bc996 sf57 aftplvnop jpad lk3s等于8d963091 与xxpires等于1812286549 与xsign 等于x4rbpr 三贴构5xkvysp 1svy 3d 唐诗 叶冰凌也抬起头 瞪了李锐一眼 这家伙 怎么总是口无遮拦乱开玩笑 你买的是住宅还是厂房啊 唐诗笑道 李锐道 住宅 买了28套 冰凌 你这朋友还真是 唐诗摇了摇头 显然不信 不过看在叶冰凌的面子上 唐诗也不愿意深追 只是在心里给李锐打的分数 很厉害 唐诗换了个话题 李锐道 还可以吧 唐诗好奇地问 赚了多少钱啊 李锐呵呵一笑 不问女人年龄 不问男人收入 这好像是很基本的社交礼仪吧 唐诗撇嘴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肯定是赔了很多钱 李锐也不辩解 这举动落在唐诗眼中 就是心虚的表现 分数又掉了 在唐诗心中 李锐配不上叶冰凌 太平平无奇了 而且太能吹了 还买了3000平米的房子 你咋不说 你把故宫买下来了呢 至于炒股 唐诗也认识一个 炒股很厉害的人 那种气质跟李锐完全不同 所以唐诗觉得 李锐就是个骗子 不知怎么把叶冰凌给洗脑了 算了 吃饭吧 唐诗懒得再问了 李锐早就饿了 毫不客气地拿起筷子 夹了块最肥的牛五花 唐诗冲叶冰凌蛇的颜色 这种男人 你也当保 叶冰凌捂住脸 没眼看了 就在这时 旁边传了一声惊呼 李先生 李锐扭头看去 是远航地产的销售部经理袁芳 和几个衣冠楚楚的青年男女 看他们这儿八斤的打扮就知道 都是地产界的精英 呦 袁经理 这要巧啊 李锐把嘴里的牛五花吞下 微笑着打招呼道 袁芳道 是很巧啊 我亲几个朋友过来吃饭 远远看着像您 过来一看 果然是您 难怪今天一大早出门就听到喜鹊叫 原来是会遇到您这个贵人 叶冰凌和唐诗一联猛 心想这人也太能溜续拍马了 袁芳又道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家高档餐厅 同事们听说 我做了您的大单 非得让我请客 说完 他对身后其他人道 你们不是总跟我打听 一口气买了两栋楼的大客户 是什么样子吗 今天就看到了 这位就是李先生 远航新院最大的业主 众人一拥而上 纷纷递上各自的名片 李先生您好 我是远航景院销售部的小陈 这是我名片 远航景院是临江高档观景高层 目前对大客户有九折优惠 李先生 我是远航圣院销售部的小刘 我们圣院以连排别墅为主 专门为优质客户 提供超一流的居住体验 李先生 我是远航新天地的 欢迎您来看房 李锐手忙脚乱的接过名片 点头道 我回去研究研究 如果有兴趣 会联络你们的 原方忙道 李先生 那我们就不打扰 您和朋友用餐了 嗯嗯 李锐点头 他们离开了 李锐又加起一块牛五花 这才发现 叶冰林和唐诗 正用古怪的目光盯着自己 他有些残然 你们也想吃这块 唐诗干咳一声道 你吃你吃 李锐啊 刚刚这些人都是干嘛的呀 李锐随口道 都是卖房的 那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我听他们说 你是大客户 唐诗又问 哦 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我买了二十八套房 李锐笑了笑 叶冰林和唐诗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二十八套房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怎么可能 如果不是真的 这些销售经理干嘛 对李锐这么热情 两女的脑子都乱哄哄的 甚至忘了追问下去 等他们吃完饭 准备结账的时候 才知道 原方已经偷偷 把这桌的账单给结清了 一千多块钱呢 怎么好意思 让你朋友结账 这顿饭应该我请的 唐诗道 李锐笑道 他赚了我几十万提成 请顿饭怎么了 几十万提成 这也就是二零一零年 如果是二零二零年 唐诗一定会竖起 大拇指夸上一句 您真反而赛 回公司的路上 李锐走在前面 叶冰凌和唐诗拖在后面 唐诗拉住叶冰凌嘀咕道 我还是怀疑这小子吹牛 待会儿你配合我 一起看看 他的股票账户里 到底有多少钱 第0042章 棉花期货 回到公司 李锐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先泡了杯茶 才慢条思理地打开 期货交易软件 股票也投资 比特币也买了 绿野文化也做空了 房子都买了两栋 投资方面该做的 都做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 李锐准备 把精力放到期货投机上 投资的回报率 看得见摸的者 也是有上限的 投机的回报率 没有上限 尤其是期货投机 能让一个人直升天堂 也能让一个人坠落地狱 2010年 所有期货品种当中 棉花最为引人瞩目 也最适合投机 尤其是下半年 棉花的期货和现货价格 一次次刷新了历史高点 上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 前世有位期货大佬 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波行情 先是投资28000元本金 用了一个月时间成长到15万元 又用了半年时间达到600万元 之后用一年时间做到1 3亿元 然后反手做空 完成了28000元到20亿的传奇 这波行情从8月开始 李锐已经错过了第一波 但他并不急 接下来的一年多 棉花价格会上演过山车一般的 大幅度暴涨和暴跌 每一个节点 都深深地烙印在李锐的记忆中 别说20亿了 只要李锐足够贪心 赚200亿都没问题 李锐打开软件 查询棉花价格 此时的棉花价格是18000元每吨 等到了10月末 就会达到22000元每吨 到了11月末 则会达到恐怖的28000元每吨 每吨1万元的差价 难以想象的利润 李锐向期货账户里转入5000万元 同时启动了20倍杠杆 这也是国内期货市场的政策下 所能动用的最大杠杆比例了 这意味着 李锐的5000万资金 可以当作10亿来投资 也同时意味着 只要有超过5%的波动 李锐的资金就会被平仓 收益越大 风险越大 不过对李锐而言 只有收益 没有风险 下午期货市场刚开启 李锐直接杀进去建仓 两个主力做多合约同时建仓 先拿2万手 这只是个开始 期货采取的是每日结算制度 每天交易结束之后 客户的盈亏都会当时结清 可以将赚到的盈利用来加仓 通常期货客户采用的投资模式 都是正经字塔式 例如第一笔投资10万元 赚了钱代表判断正确 第二次则投入5万元 第三次3万元 每次逐渐减低委托手术 来分散化解风险 李锐却不一样 他把每一天赚到的盈利 全都用来加仓 资金便会呈现出一个 到金字塔的图形 后期会越来越庞大 这是收益和风险 最大化的一种投资方法 赚就赚得盆满钵满 亏就亏到天台相见 甚至有人认为 这其实就是赌博 还是最疯狂的一种 李锐当然不是赌徒 他是堪比庄家的存在 赌局中 所有人都在输 唯一能够赢钱的 就是庄家 建仓完毕 一杯茶也恰好喝完 李锐起身出门去倒茶 他前脚刚出门 隔壁董事长办公室的门就打开了 唐师往外探头瞄了一眼 回头招呼道 他出去了 快 叶冰林在后面犹豫道 不太好吧 你上次不是偷看过吗 唐师道 叶冰林尴尬道 那不是故意的 那你到底想不想看 唐师问 叶冰林迟疑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那还等什么 唐师拉起叶冰林的手 两人偷偷摸摸地钻进了隔壁 唐师站在门口 往外打量 我替你忘风 你看看他电脑 叶冰林奔了一声 绕到办公桌后面 目光落在屏幕上 顿时愣住了 唐师一边往外看一边问道 怎么样 找到了吗 没有回应 他又追问了一句 还是没有回应 不禁奇怪地回头道 怎么了 没有吗 却见叶冰林捂着嘴巴 满脸的震惊 怎么了 唐师问 叶冰林抬起头 一脸惊恐地道 李 李瑞买了棉花期货 五千万 二十倍杠杆 买了两万手 什么 唐师张大嘴巴 简直难以相信 他们对期货也是略有了解 当然知道 这种投资的风险有多大 可以说 只要棉花市场打个喷嚏 李瑞这五千万 就会立刻灰飞烟灭 真的假的 唐师也顾不得望风了 冲过去看了一眼 这一看 他也傻了 他一定是疯了 唐师喃喃道 李瑞回到办公室 发现门扮演着 李瑞嘟囔道 该买的也买了 该认真工作了 李瑞打开文档 开始回忆前世 看过的精彩文案 转眼到了下班时间 李瑞正在收拾东西 准备下班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请进 李瑞头也没抬得到 门开了 没声音 李瑞抬头一看 是叶冰林和唐师 两个明媚动人的美女 站在门口 令她有些恍惚 董事长 有事吗 李瑞问 叶冰林似乎下了 很大的决心 李瑞 我有话要跟你说 请来说吧 李瑞赶紧起身 要不要喝茶 我们哪有心情喝茶 唐师道 李瑞奇怪 出什么事了 唐师道 还不是因为你 冰林一下午都在担心你 我怎么了 李瑞更压抑了 叶冰林道 对不起 下午我们偷偷进了你的办公室 看了你的电脑 你买棉花期货的事情 我们知道了 嗯 李瑞无语 下次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可得把门锁好 叶冰林继续道 你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投那么多钱 还用了二十倍杠杆 你难道不知道 这么多的风险吗 只要一个小波动 你就有可能血本无归 我知道啊 李瑞点点头 知道 你还敢这么做 唐师瞪大眼睛 李瑞笑了笑道 我当然有信心 你 你一定是疯了 唐师脑道 冰林 咱们走 不管他 等他亏光就知道风险了 李瑞笑了笑道 谁说我亏了 交易所刚结算完毕 你们要不要看看 我今天的战果 叶冰林和唐师对望眼 走过来看向电脑屏幕 棉花主力 最新价一万八千零九十 零零 涨跌加九零 零零 持仓量两万 盈利加九零零零零零零 第零零四三章 半年规划 九 九 九百万 唐师差点没数清楚 那一串的零 叶冰林也惊呆了 九百万 李瑞一天就赚了九百万 在他们的注视下 李瑞轻点鼠标 把九百万盈利又投入进去 你 你干嘛 唐师惊道 你都赚了这么多了 见好就收吧 李瑞淡淡的道 九百万 早着呢 唐师脸红了 他虽然拍了好几部电视剧 可片酬一直都不高 九百万对他来说 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李瑞道 今天只是刚开始 棉花的行情 会一直持续到明年 到时候 我自然会收手的 明年 叶冰林和唐师都猛掉了 一天就赚了九百万 这要是一直赚到明年 得赚多少钱啊 不过 天底下哪有天天赚九百万的好事 巴菲特都做不到 李瑞凭什么 李瑞回到家 想起自己离开时 叶冰林和唐师那呆若木鸡的样子 也觉得有点好笑 可惜 今晚有件重要的事情做 不然可以再逗逗他们 简单吃了口晚饭 李瑞登陆企鹅软件 他的ID同样叫猎人 已经用了多年 在同学列表里搜索了一番 李瑞找到了目标 白月光于娜 于娜是李瑞的高中同学 学霸一枚 高考拿了云山县文科状元 考入燕州大学外语系 毕业之后 又去美国留学 是班上混的最好几人之一 猎人 老同学 在吗 我是李瑞 有点事想请教你 发完之后 李瑞耐心的等待起来 现在这个时间 美国那边应该刚起床 也不知道多久能有回信 一边浏览网页查看新闻 一边搜索记忆 在笔记本上图图抹抹 李瑞一边等着回信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足足过了两三个小时 就在李瑞觉得 今晚不会有回信的时候 企鹅滴滴滴的叫唤起来 白月光 老同学怎么想起我了 李瑞一喜 手指放在键盘上 噼里啪啦的打字过去 猎人 学霸 好久不见了 白月光 是啊 大二那年在云山聚会之后 就一直没见了 最近怎么样 两人寒暄了几句后 白月光 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imgsrc等于http 冒号斜杠斜杠屁 三杠 reading杠 sign fnovelpick comnovelpickrb4275c3 txt 0676611 d070280265 tp of lino up jpad lk3s等于8d963091 与xxpires等于1812286549 与xsign 等于o7gxwxftq kwtfx076 ad2bsmhcq 3d 余娜 猎人 听说你在斯坦福留学 不知听没听过 instagram 白月光 那是什么 猎人 是一款滤镜软件 你要是有苹果手机的话 能在app商店搜索到 白月光 我用的是安卓手机 不过 我是有用的是苹果 我问他一下 你稍等 过了几分钟 屏幕上又出现了文字 白月光 我看到了 是一款挺有意思的滤镜软件 我室友 也在用 你打听这个大麻 猎人 instagram的创始人 就是斯坦福毕业的 算是你的学长 这个公司就在大学附近 我对他们很感兴趣 但是联系不上 不知能不能麻烦你帮个忙 替我去要个联络方式 白月光 你想干嘛 猎人 实不相瞒 我想投资这个公司 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 斯坦福大学附近某个公寓楼中 于娜扑斥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 她的室友奇怪问道 于娜笑道 没什么 有个高中同学多年没联系了 突然说要投资美国一个公司 想让我帮忙联络 那不是挺好的事情吗 室友道 于娜摇头 我恰好知道她的情况 家里就是普通家庭 大学毕业之后 在广告公司上班 每个月就几千块工资 拿什么投资美国的公司 室友也笑了 那她干嘛这么说 难道是想吸引你的注意 这种招数也太蠢了吧 可惜了 其实我高中时候 对她印象挺好的 没想到她变成了这种人 于娜叹口气 同时打出一串文字 白月光 好的 我会帮你打听的 猎人 太感谢了 事成之后 必有重献 关掉聊天窗口 李锐心情不错 Instagram是个潜力无限的公司 无论是等着脸书收购 大赚一笔 还是自己控股发展 都是绝佳的选择 她甚至在考虑 有没有可能 以Instagram为核心 发展社交 取代脸书未来的地位 打造一个互联网生态圈帝国 不行 Instagram还差着点意思 除非 那个软件 李锐脑子里蹦出个名字 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如果把它拿下来的话 或许真有机会 她越想越兴奋 脑子里冒出一盘大棋 又在笔记本上 粪笔记书起来 写到整整11点 笔记本上写满各种 别人认不出的符号和图画 李锐心中的规划 也渐渐地清晰起来 以她为核心 发展出一个 以通信 社交和内容为主的生态圈 从核心辐射 追求控股和资源整合 维护核心产业 李锐自言自语 但是 需要很多钱 很多很多 光是第一步投资 保守估计就得30亿 还是美元 还以为我赚钱的速度足够快了 现在看来 还是不够快 钱永远都不够用 好在 时间还有一点 最晚不能晚于明年4月 还有半年时间 要赚到30亿美元 而且需要人手 国内国外都需要 时间紧 任务重 还等什么 开始工作吧 李锐丢下笔记本 目光凝聚到电脑屏幕上 美股早就开市了 这回她不再温和投资 渐进获利了 她要大杀特杀 要尽快积累财富 要半年之内 赚够30亿美元 朝着心目中 那个超级庞大的计划冲击 这一夜 美股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 李锐顶着一双黑眼圈起床 口中哀叹 怎么搞的 居然比前世996还来 这样下去 我恐怕活不到2025年 就要猝死了 一路睡眼惺忪的到了公司 才进门 砰的一声 无数彩带和惊心 从天而降 撒了李锐一头 李锐一脸茫然 这是咋了 难道我还在做梦 还梦到自己结婚了 第0044章 V博广告 恭喜 李军抱着李花炮跳出来 四周响起掌声 同事们列队站在两旁 啪啪啪的把手掌拍得通红 这是怎么了 李锐扶掉头发上的彩带 一脸猛的问 李军兴高采烈的道 李锐 恭喜你 亲亲爱非常喜欢你的文案 决定和我们公司长期合作 你给公司立了大功 李锐皱了皱眉头 签个合同而已 也不用搞得这么隆重吧 他记得 以前公司签了重大合同 最多也就是买个下午茶 给大家庆祝一下 现在搞得跟婚礼现场似的 太尴尬 李锐一愣 你不喜欢 李锐呵呵一笑 废话 散了散了 大家赶紧扫地 清理 然后轰然散去 一转眼 公司就恢复了正常 像是刚刚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李锐这才陪笑道 去你办公室聊聊 进了办公室 李锐又忙着泡茶 殷勤之急 李锐有点吃不准他的意思 君哥 你这是 别叫君哥 李锐立刻道 叫阿君 阿君比较亲切 你叫我阿君 我叫你阿锐 李锐实在开不了这个口 赶紧转移话题 找我有事 李锐笑道 阿锐 你进公司也一年多了 以前我在工作上 对你要求比较严格 那都是为了激发出你的潜力 你可千万不要讥讽我 李锐心想 你放心 你给我穿小鞋的事情 我才不会忘呢 不过他也觉得奇怪 就签个合同而已 李锐应该不至于表现的这么热情 甚至热情到卑微的程度 难道 他心里冒出一个不祥的预感 果然下一秒 李锐又道 阿锐 你和董事长的关系我都知道了 你尽管放心 以后在公司里面 你说东我就往东 你说西我就往西 我就是 你手里的一杆枪 你只拿我就打 为你上刀山下游锅 绝无二话 我就知道 李锐微微叹了口气 驸马的名号 看来是摘不掉了 一世英明 付诸东流啊 不过 这感觉也挺爽 李锐抬手在李军肩膀上拍了拍 阿军 放心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以后不会亏待你的 多谢锐哥气壮 李军一脸是为之急折死的感动 不知不觉 李锐变成了阿锐 又变成了锐哥 完成了三几条 锐哥 还有件事 宣传文案 还是走这种高品位小浪漫的风格 李锐道 他们想在哪里投放 男人风 时尚男士 和体育画报 这几个男性群体为主的杂志 李军道 李锐摇头 你去跟客户说 杂志广告已经不流行了 而且时效性太低 缺少反馈 真想爆火 去V博做 V博 李军呆了呆 那上面也能做广告 李锐道 你好歹也是个广告人 怎么一点都跟不上形势 V博的用户数 马上就要到五千万了 好些明星的粉丝都超过百万了 哪个传统媒体 能有这么大的覆盖面 这么多 李军瞪大眼睛 真的假的 李锐道 趁着V博刚兴起 用户的兴趣浓厚 亲亲爱正好抢占寄生用品的 第一个阵地 打出名声后 品牌自然而然就塑造起来了 等其他厂家醒过神来 再搞这一套 大家只会认为他们是在模仿 这种印象 很容易从品牌形象 投射到产品质量 到时候 就是咱们擅长的领域了 高 实在是高 李军恍然大悟 客户那边你去沟通 文案我来做 记住 这是高科技新媒体的广告策划 得让客户加钱 我明白了 李军连连点头 李军屁颠屁颠地去找客户沟通 李锐给自己泡了杯浓浓的美式咖啡 一口喝光 总算缓解了满身的困意 上午 风平浪静 金工科技的股价继续平稳上升 李锐又分批补了4000手 在巨大的成交量掩护下 并没有掀起什么水花 美国那边比特币价格有所回落 李锐当然不会客气 再次出手扫荡市场 至于棉花的价格继续小幅度的上扬 这一波的行情完全不需要担心 几乎是呈现一边倒的上升趋势 根本就没有回落的机会 百忙之中 李锐居然还抽空补了一脚 直到被电话铃声吵醒 来电的是姚思玄 两天没见这小美女了 李锐还真有点想念 接通电话 李锐正想开句玩笑 却听到了抽气声 你怎么了 哭了 对面只有哭声 你到底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李锐急了 哭 姚思玄哽咽着 李锐 哭 都怪我 都怪我不好 先别哭 到底出了什么事 李锐问 你现在在哪 我去找你 我在公司旁边的马路上 我不知道该去哪 哭 你等我 李锐挂了电话 就往外走 走到公司门口 正好碰到叶冰林和唐诗 叶冰林就皱眉道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干嘛去 我请个假 李锐说完就走了 叶冰林微张嘴巴 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唐诗则是一脸猛 你不是董事长吗 他怎么比你还牛的样子 看到这一幕的员工 都暗暗在心里竖起大拇指 驸马爷 牛 李锐驾车 一路狂奔 半小时不到 就赶到了姚思玄公司附近 远远就看到 他可怜兮兮的站在路边 停车落窗 李锐道 上车 等姚思玄上了车 李锐才发现 他脸上都是泪 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也哭肿了 半装哭成了花脸 接到了人 李锐也不急了 丢了包面筋纸给他 就开着车在路上游荡起来 有些时候 陪伴比安慰更重要 姚思玄缩在后座 低声抽气 好久之后才平静下来 我饿了 他不好意思的道 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地方 李锐笑道 十分钟之后 某条偏僻的巷尾 两人站在简陋的烤冷面摊前 讨论该家几个蛋几个肠 然后一人捧着一份烤冷面 靠在宾利车尾 边吃边聊 姚思玄道 绿野文化取消了下个月的展会 都是我拖累了公司 第0045章 等你道歉 周云浩是个烂人 但他也有优点 那就是说话算话 他说要报复姚思玄 真的就报复了 本来绿野文化下个月要举办展会 由汇聚策展来执行 可就在今天上午 绿野文化没给出任何理由 就把展会取消了 汇聚策展已经先期 投入了几十万 现在取消的话 所有投入血本无归 按照合同 他们倒是能向绿野文化索赔 可问题是 打起官司的话 以后还要不要合作了 而且对方是美股上市公司 汇聚策展是个小公司 真打起官司来 拖也被拖死了 一整个上午 公司上下愁云惨淡 员工们已经不再担心 这个月的工资奖金 而是担心 公司能不能挺过去 姚思玄知道是冲自己来的 有点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 情绪崩溃了 李锐听完 淡淡的道 你不要有压力 这件事交给我来解决 你怎么解决啊 姚思玄问 李锐道 我找个朋友 去跟周长华谈谈 送姚思玄回公司后 李锐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刘董你好 我是李锐 有件事想要拜托你 打完电话 李锐直奔绿野文化 总部所在的绿能大厦 绿能大厦外 李锐等了半小时 一辆奔驰S600缓缓驶来 车子停下车门打开 下来个中年男子 刘恒 据拍卖会没过几天 两人又见面了 李锐笑着打招呼道 刘董 多谢帮忙 刘恒微微一笑 你这个忙 也是我的荣幸 那就请吧 李锐朝着绿能大厦一指 两人步入大厦 来到前台 前台问道 请问两位有什么事吗 找人 李锐道 找哪个部门的哪位呢 周长华 前台瞪大眼睛 找我们董事长 你们有预约吗 没有预约 李锐道 你告诉他 新衡投资管理公司 董事长刘恒先生 想要见他 前台微张嘴巴 迟疑了片刻 还是拿起电话 片刻之后 他脸色变得十分震惊 再看向李锐和刘恒的眼神 就完全不一样了 挂了电话 他连忙道 两位请跟我来 董事长在楼上办公室等你们 乘坐专用电梯 直达绿能大厦顶楼 电梯门开启时 一个和周云浩样貌 有五六分相似的男子 已经站在门口 周长华 这位绿野文化的实际控制人 目光从李锐脸上扫过 立刻转移到刘恒身上 满脸堆笑道 刘董 这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 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 我好准备一下 跟他那个跋扈的儿子相比 周长华更有寒养 也更像一条老狐狸 刘恒呵呵一笑道 我也是临时接到这位小朋友的电话 陪他过来做个斡旋 周长华一愣 又上下打量李锐急眼 这位是 我叫李锐 李锐淡淡的道 周董你好 周长华点点头道 两位请进吧 有什么事 咱们边喝茶边慢慢谈 他的办公室里 专门有个茶室 一位美女秘书 为三人泡茶之后就退出去 周长华评了口茶 这才道 李锐小兄弟 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 不知你有何贵干 李锐淡淡一笑道 我其实就是想来问问 绿野文化作为美股上市公司 对于合同信用问题 是怎么看的 是不是自己签署的合同 都可以当做废纸一样 说违约就违约 这话是怎么说的 周长华奇道 李锐把汇聚策展的遭遇说了 最后道 身为一家在美股上市的公司 贵公司的一举一动 不仅代表自己 也代表着华夏上市公司的脸面 这类违背契约管理混乱的行为 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甚至对贵公司的股价产生影响 小兄弟严重了 周长华笑了 李锐这番话在他看来 就是上纲上线 威严耸听 不就是个百来万的合同吗 对于家大业大的绿野文化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再说这么点小事 就算闹起来又怎样 远隔万里之外的 美国股民会在乎吗 就连刘恒也觉得 李锐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难道我刘恒的人情 就值这几十上百万 周长华想了想到 这件事我并不完全清楚 不过若真如小兄弟所说 我会问问下面的人 让他们改正过来 能让他堂堂上市公司老总 说出这样的话来 已经是够给面子的了 而且这个面子是给刘恒的 而不是给李锐的 刘恒觉得还可以 看向李锐 李锐却道 只是改正 难道周云浩公器私用 不该向汇聚策展道歉吗 此话一出 周长华脸色微沉 就连刘恒也是眉毛一条 觉得诧异不已 周长华声音里带着怒气道 让我儿子道歉 做错了事情 就应该道歉 否则一错再错 一错到底 那就谁也就不了了 李锐意味深长地说道 周长华放声大笑 很好笑吗 李锐问 周长华摇头道 错的是你才对 什么叫公器私用 我是绿野文化最大的股东 绿野文化就是我家的 这不是公器 是私器 至于让云浩道歉 更是可笑 云浩敢道歉 有人敢接受吗 刘董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实在是这个小兄弟 太不懂事 这件事不必再说 刘恒无语 一点小事 怎么搞到这个地步 李锐反而笑了 周董不必急着做决定 我相信 时间会让你冷静下来 知道什么是错 什么是对 我等你的道歉 说完李锐起身 扬长而去 刘恒冲周长华微微欠手 也追了出去 周长华眉头紧锁 忽然把手中杯子 狠狠摔在地上 催到 这都哪冒出来的精神病 第0046章 一箭双雕 刘恒走出绿能大厦 见李锐一脸淡然的 站在路边 不由露出无奈的笑容 拍卖回那天 刘恒对李锐的印象很不错 觉得这年轻人颇有气度 日后必成大气 今天再见 刘恒却有些失望 太冲动了 太理想化了 太想当然了 周长华那是什么人 那是美股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有十亿身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都是要脸面的人 今天周长华能够表态说 查一查合同的事 已经是看在他面子上的 巨大让步了 李锐却得寸进尺的 让周云浩道歉 结果谈崩了 明明能解决的事情 偏要争一口气 闹成这个不花而散的结果 只能说 李锐还是太年轻了 刘恒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道 李锐 今天的事 你别放在心上 以后我公司那边 有会展方面的业务 可以交给你朋友做 李锐反问 刘董觉得我在乎的是 一百来万的业务吗 刘恒愣了一下 摇摇头道 你一幅画 就赚了三千多万 我想应该不在乎 李锐笑了 在乎也好 不在乎也好 绿野文化得罪我了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做空绿野文化的事情 迟早瞒不住 作为一个华夏人 做空华夏企业 怎么都说不过去 而且是赶在混水报告出来 之前的一个月就开始做空 还投入了一大笔资金 落在有心人眼中 难免会有些不好的猜想 李锐要给自己找个正当的理由 今天这一幕 就是这个目的 为什么做空绿野文化 和周家有仇啊 这个理由充不充分 刘恒今天不是来卧旋的 不管谁质疑李锐的动机 刘恒都可以作证 此刻的刘恒 根本没想到被李锐给利用了 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 有些无奈的道 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 我回头再给周长华打个电话 不必了 李锐道 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谢谢刘董 对了 刘董入股的水木同源还好吗 你问这个干嘛 刘恒微微变色 五月的时候 刘恒斥资十亿入股水木同源 震动金融界 当时他瞄准的是 分拆上市概念 打算借此机会大赚一笔 可是下半年以来 政策不断收紧 分拆上市概念 一拖再拖 市场虽然还抱有信心 可李锐知道 政策只会越收越紧 最后化为浮云 这笔投资 刘恒亏定了 刘董如果还要继续 等分拆上市的政策 会损失越来越多 急倒脱手 才是上策 李锐提醒道 刘恒深吸一口气 原来你今天找我来 醉翁之一不再酒啊 李锐笑了笑 也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刘恒道 你也懂股票 李锐意味深长的道 懂也好 不懂也好 水木同源的水都太深了 不适合刘董折腾 我手头倒是有些 不错的投资机会 刘董如果有兴趣 我们可以谈谈合作 刘恒目光变得凝重 例如呢 那就得找个地方 详细地聊一聊了 李锐道 刘恒笑了 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错的咖啡店 那里的卡布奇诺 和草莓蛋糕都很不错 哦 我恰好很喜欢吃草莓 李锐道 两人相识一笑 把刚刚的事情抛在脑后 并肩而去 你还知道回来啊 下午四点半 李锐才回到公司 一进门 唐诗就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李锐压道 唐小姐 你不是个演员吗 难道最近没戏拍吗 为什么天天都抛在我们公司 唐诗气道 我当然有戏拍 再有一个多月就开机了 等等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你知道吗 濒丽生了一下午的闷气 为什么生气 李锐奇怪道 唐诗道 还不是因为你矿工 我请假了 他没批准 那就扣工资吧 扣工资 美的你 我看你这回要倒霉了 李锐忐忑地走进叶冰林的办公室 果然见他含着脸 不过叶冰林平时也都是这种表情 李锐倒也看不出他有多生气 董事长 下午的事情 叶冰林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 文案呢 什么文案 我们公司刚和亲亲爱 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需要一揽子的宣传策划 你作为文案负责人 理应拿出作品来 我问你 文案呢 叶冰林冷冷地道 李锐道 昨天才签的协议 我不管是哪天签的协议 如果客户今天就要文案 你拿得出来吗 叶冰林咄咄逼人 想把一肚子的闷气都发泄出来 太不像话了 他越想越生气 是不是以为 昨天帮了我 就可以不把我这个董事长放在眼里了 今天要是不逼得你低头认错 让你感受到职场的残酷 我就不是叶冰林 见李锐不说话了 叶冰林继续道 李锐 我知道你有才华 可那不等于 你可以不遵守工作纪律 你没有完成本职工作 就无故矿工 太不像话了 我 你什么脸 如果你写好了文案 别说矿工了 就算你一个星期不出现 我也不会说什么 可你完成了吗 李锐叹口气 叶冰林暗喜 以为他要低头认错了 谁知李锐变戏法式的 从背后拿出个文件夹道 董事长 这可是你说的 文案就在这里 这星期 我是不是不用来上班了 什么 叶冰林瞪大眼睛 满脸难以置信 李锐把文件夹放在他桌上 您慢慢看 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有什么问题 明天聊 说完就溜了 叶冰林拿起文件夹 翻开第一页 地铁只是标写 站稳符号 今晚 我也打算这样提醒你 17 21 57 69 早上我照镜子时 忽然有点害羞 觉得他什么都看见了 一条条文案看下去 看得叶冰林面红耳赤 唐师走进来的时候 还觉得奇怪 冰林 你脸怎么这么红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哪有 叶冰林赶紧把文件夹合上 心里暗骂李锐 你这个流氓 大流氓 第0047章 被迫相亲 唐师失魂落魄的 走到叶冰林面前 你怎么了 看到他这个样子 叶冰林诧异的问 唐师道 你知道他今天赚了多少吗 棉花又涨了 叶冰林立刻反应过来 唐师点点头 又涨了90块 那他岂不是又赚了900万 叶冰林惊道 唐师摇头 你别忘了 他把昨天赚的900万头进去了 叶冰林张大嘴巴 过千万了 茂园广告这么大一个公司 上哪儿说理去 两个美女大眼瞪小眼 总觉得像是在做梦 隔壁办公室 李锐把当日结算的盈利 又投入进去 这才关了电脑 哼着哥准备下班 才到门口 电话响了 来电话的是老妈 接通电话 李锐心情有点激动 重生之后 他一直没整理好情绪 不敢给家里打电话 现在听到年轻了 十几岁的老妈的声音 他的眼角有点湿润 妈 想我了 李锐笑道 你有什么好想的 我现在只想抱孙子 不然整天打麻将 无聊死了 话筒里除了老妈的声音 还有噼里啪啦的麻将声 李锐的笑容僵住 怎么忘记这事了 前世老爸老妈的花样逼婚 搞得他头都大 后来终于扛不住 在一次回乡过年的时候 乡了清定了婚 李锐不想回忆那件事 干咳一声道 妈 我还年轻 你都二十五了 还年轻什么 我二十五的时候 你都能打酱油了 老妈无情呵斥道 年代不一样了 李锐郁闷不已 老妈喝道 少废话 我托你表姐给你介绍了个姑娘 约在今晚见面 你现在马上过去 我可警告你啊 必须得好好跟人家姑娘相处 否则今年过年就不要回家了 妈 李锐还想再问 电话已经挂断了 听着话筒里传出的盲音 李锐哭笑不得 老妈的电话刚挂断 表姐的短信紧随而来 李锐 我给你发个地址 现在就过来 记得打扮得帅气点 李锐叹口气 为了能回家过年 这个亲事必须得去乡一项了 相亲的咖啡馆离公司不远 李锐赶到的时候 表姐已经到了 表姐名叫宋杰 只比李锐大一岁 两人从小邦屁股一起长大 先后考上海州大学 毕业之后都在这边工作 见到表姐 李锐郁闷的道 你还比我大一岁呢 为什么舅舅舅妈不催你结婚 宋杰撇嘴 可能你们老李家有皇位要继承 才这么急 让你结婚生孩子 李锐叹口气 表姐 今天这事 你帮我混过去 改天我请你吃避圣课 宋杰坏笑道 三顿 一言为定 李锐大喜 有了表姐这个内应 老妈那边 应该可以很容易蒙混过去 其实我今天给你介绍这个姑娘 人挺优秀的 宋杰忽然道 李锐摇头 我现在以事业为重 暂时不想考虑爱情 宋杰乐了 就你那个广告公司的破工作 一个月才赚三千多 算什么事业啊 要我说啊 你赶紧辞职 来我们公司上班 不但赚得多 同事的年轻姑娘也多 可以事业爱情双丰收 李锐道 我最近很受董事长的器重 涨工资了吗 没 那有什么用 别听老板给你花大饼 只有吃尽肚子的饼 才是真的 两人正聊着 咖啡馆的门打开 一个穿着黑色套装的女孩 走进来 女孩给李锐的第一印象 和叶冰林有些类似 眉眼之间充满干练和冷漠 但气质上有不小差距 可能跟破产之后的叶冰林 差不多吧 古兴 你来了 宋杰起身招呼 古兴淡淡一笑 以职场女性独有的优雅道 宋杰 刚刚路上有点堵 来晚了不好意思 说着目光不露痕迹的 在李锐身上一扫 李锐起身 你好 我是李锐 你好 我是古兴 古兴道 大家坐 宋杰满脸笑意 点些东西慢慢聊 他们随意点了披萨和一些小吃 便正式进入了相亲环节 古兴道 我年纪也不小了 相亲就是奔着结婚的目的来的 你的个人情况 我也了解了一些 基本符合我的要求 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 要提前说清楚 宋杰忙道 应该的应该的 彼此有什么条件 都可以敞开说 合得来就处 合不来就当多认识个朋友 古兴道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以后是要定居在海州的 所以希望结婚对象 能够在海州买房 呃 宋杰露出为难的神色 作为李锐的表姐 李家的家底 他再清楚不过了 李锐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这些年虽然也攒了些钱 也不够全款在海州买房 搞不好连凑够个首付都成问题 至于李锐 宋杰根本没把 有点工资能够保证活着就不错了 买房就想太多了 怎么 有困难吗 古兴问 宋杰赔校 全款买房的确有点困难 但是首付应该没问题 李锐 李锐 你表个态啊 啊 李锐正在走神 被宋杰给叫了回来 赶紧点头如捣算 没问题 古兴皱了皱眉头 能冒昧地问一句 你目前的工资是多少吗 我工资 三千七 李锐如实回答 刚说完就被宋杰踩了一脚 可惜晚了 古兴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我听宋杰说 你都毕业一年了 怎么工资才这么点 李锐道 我那是个小广告公司 老板又心黑 所以赚得少 几公里之外某个餐厅 正在吃饭的夜冰淋 毫无预兆地打了个喷嚏 古兴摇头 目前海州内环边缘的房子 每平米大概一万四千元 买个一百平米的房子 就是一百四十万 按照贷款三十年 百分之三十首付计算 每个月要还大概五千元房贷 我目前工资五千八 李锐摇头九千五的收入减去五千房贷 还剩四千五 在海州想靠这点钱 过上有质量的生活 太难太难了 古兴耸耸肩膀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第0048章 熟人闺蜜 别啊 见古兴摆出了拒绝的态度 宋杰极了 其实我觉得吧 年轻人一起努力奋斗还房贷 是个挺浪漫的事情 宋杰道 虽然你们现在赚得少 可只要奋斗几年 月薪很容易就过万了 到时候就不会觉得房贷很多了 古兴想了想道 李锐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呢 有没有打算换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 李锐骚骚头 我暂时没有跳槽的打算 难道你打算一直拿三千七吗 古兴冷冷道 如你所说 你的公司那么小 老板又心黑 月薪过万遥遥无期啊 李锐道 其实我 不用说了 等会儿我闺蜜过来 他们地产销售部最近正在招人 你投个简历吧 古兴道 房地产行业以后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赚的钱肯定比你在广告公司多 如果你能够在半年内工资涨到五千以上 我就给你个机会 李锐惊了 这女人也太自信了吧 是什么 让她如此普通又如此自信 以为可以掌控别人的命运 李锐看得到身边每个人十几年后的命运 都没她这么自信 这个 我暂时还没换工作的打算 李锐摇摇头 古兴皱了皱眉头 你先别急着拒绝 知道吗 我闺蜜前几天做的一单 拿到十几万提成 这种收入难道不比 你在广告公司拿死工资更好吗 十几万 李锐还没什么反应 宋杰已经先惊呼出声 你说的是那个吗 古兴点点头 宋杰也听说了 宋杰道 这么大的事情 我当然听说了 你说有钱人也真是奇怪啊 买房子比买白菜都痛快 古兴道 有钱人的世界 我也理解不了 说着他又道 李锐 你和我都是普通人家出身的孩子 没有有钱人那种条件 所以我们更要努力 我的梦想是在海州扎根 买房买车出国旅游 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 不让我的下一代 再重复我的奋斗故事 你如果能跟我一起努力 我才会接受你 不然我们还是就此打住 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李锐有些惊讶 如果是前世的他 碰到古兴这样的女人 或许真的会被鞭策着进步 也就不会一事无成了 就算这一事 李锐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富 也被古兴打动了 他意识到 古兴不是自信 而是有着明确的目标 或许他的目标世俗了一点 但没有错 李锐收回刚刚的内心吐槽 觉得古兴很值得尊重 你说得很好 真可惜没有早点认识你 李锐认真的道 古兴道 现在也不晚 如果你真想加入房地产行业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正说着 有人走进咖啡馆四处打量 古兴招手道 白兰 这边 来人匆匆走过来道 不好意思 我来玩 李先生 他捂住嘴巴 满脸的难以置信 李锐也愣住了 这姑娘不是远航心院的寿楼小姐吗 你们认识 古兴和宋杰都很惊讶 白兰道 她就是 嗨嗨 李锐干咳一声 我们以前在一个公关活动上见过 嗯 没错 没错 我们是活动的时候认识的 白兰反应极快 连连点头 古兴眨了眨眼 点头道 既然你们认识就太好了 白兰窃窃坐下 低声问 古兴 李仙 李锐就是你的相亲对象 你们聊的怎么样了 imgsrc等于http冒号斜杠斜杠p 三杠reading杠sign fnovelpick comnovelpickr A7506 F8 F917 1BD3 B35C D307 D518 SCTPLVNOP JPAD LK3S 等于8D963091 与XXPIRES 等于1812286549 与XSIGNATURE 等于NTI-BACBNX8 FORIY 30M02910Y 3D AI真人绘画 白兰概念图 古兴道 我还要考察他 还要考察 白兰还以为听错了 这种年少多金的土豪 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还考察什么呀 古兴道 李锐现在的工作赚得太少 根本买不起海州的房子 你们公司不是正在招人吗 能不能把李锐招进去 白兰目瞪口呆 他又确认了一下 对面确实是李锐 心里翻江倒海 古兴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能一下子拿出几千万首付 买下两栋楼的人 也属于赚得少买不起房的人 再说 招李锐进我们公司干嘛 当业主委员会的会长吗 白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却发现 李锐冲他急急眼 到底是寿楼出身 白兰也算是懂得察言观色 立刻道 好啊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多谢你了 古兴一喜 李锐 这是我好不容易帮你争取的机会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如果半年内 你能达到我的要求 我就和你谈朋友 李锐点头 谢谢 我一定努力工作 不给你丢脸 古兴也道 白兰 谢谢你 白兰尴尬的道 不客气 不客气 这时服务员送来小吃 几人边吃边聊 古兴道 白兰 你前几天的那个大单 是怎么做的 现在海州都传遍了 说买房的是个没老板 真的吗 白兰瞄了李锐一眼 见他正在专心致志的啃鸡翅 就小心翼翼的说道 不是没老板 是个挺帅气的小哥哥 又年轻 又帅 又有钱 宋杰的眼睛都亮起来 有照片吗 白兰摇摇头道 没有 我不敢给客户拍照 不过 真的挺帅的 宋杰撇嘴 那也未必吧 我估计你是被土豪用钱砸猛了 就算个丑八怪拿出那么多钱来买楼 在你心中肯定也是大帅哥 哪有 他真的很帅 还带了个特别漂亮的女孩一起 白兰又偷偷瞄了李锐一眼 见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心中微微的忐忑 哇 宋杰羡慕不已 那女孩一定很幸福 古星则是淡淡的道 那也未必 我还是觉得 女孩子的幸福 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能只依靠男人 你说呢 李锐 嗯 李锐正啃着鸡翅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种问题放在十几年后 简直就是宋命题 一个答不好 就是女权警告 好在手机铃声事实响起 救了李锐一命 我接个电话 李锐赶紧起身溜走 他一离开 古星就看向白兰 你是不是喜欢李锐 啊 宋杰嘴里的披萨跌落 白兰也傻了 第0049章 房子买家 为什么这么说 白兰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 古星道 我刚刚看到你不停的偷瞄李锐 还以为你对他感兴趣呢 白兰连忙道 哪有 我根本配不 呃 我现在还不想找男朋友 那我就放心了 不然 我怕把李锐送到你们公司去 是羊入虎口呢 古星笑道 白兰也笑了 只是笑容很勉强 李锐接完电话回到座位 发现气氛有些尴尬 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又聊了一会 古星忽然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还要回去复习会计师考试的资料 就先走了 我送你吧 李锐觉得 于情于理 都应该送古星一趟 古星摇摇头道 不必了 我家就在附近 宋姐和白兰的家比较远 你还是送他们吧 我们改天再约时间见面 他走了 李锐如释重负 跟古星在一起 就像是在老师眼皮底下写考卷 总是提心吊胆 怕被对方看出什么错误来 以后还是少见面为妙 最好不见面 我送你们回家吧 李锐转向宋姐和白兰 宋姐瞄了眼李锐 又瞄了眼白兰 一拍脑袋道 哎呀 忽然想起来 公司还有点事 你送白兰吧 我待会儿自己回家 说完一溜烟的跑掉了 宋姐从小就是这么个 风风火火的性子 一直都没改变 李锐没放在心上 自然也就没发现 白兰脸红红的 我送你 李锐问白兰 白兰怯切切的道 李先生 我今天没影响到你吧 李锐笑了 你说古兴啊 没有 我本来不想相亲 可拗不过我妈 过来应付一下差事 白兰道 其实古兴人挺好的 上进心特别强 嗯 我看得出来 李锐道 可惜不适合我 不知为什么 白兰并没有为闺蜜感到失望 反而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两人一边说着 一边走出咖啡馆 聊起那天买房的事情 白兰神采飞扬 李锐觉得 他笑起来很美 人如其名 宛若一朵白兰花 呼的 白兰的手机响起来 他接了电话后 露出一丝无奈 李先生 寿楼处临时有事 我得马上回去 这都快八点了 寿楼处还有事了 李锐亚道 白兰无奈的道 我们这个职业就是这样 顾客什么时候来看房 我们就什么时候上班 那我送你吧 正好我想再看看你们楼盘的别墅 李锐道 白兰亚道 你还要买别墅 李锐道 以后我父母搬来海州的话 他们住惯了平房 不喜欢高层 就给他们买个别墅凑合吧 白兰无语 有钱真好 别墅都只能算凑合 但是考虑到李锐的财力 这个凑合真不是装逼 而是却有实力 等李锐取了兵力车 白兰更无语了 明明有兵力 那天却骑个电动车去买房 有钱人都这么朴实乌华的吗 到了寿楼处 一对年轻情侣正在沙盘前观看 白兰走过去道 王丹 赵凯 你们好啊 年轻情侣浑身名牌 珠光宝气 一看就是有钱人 白兰 好久不见 女子扬起手来 手腕上的金表 差点晃下人眼 男子没什么表情的点点头 目光却一直停留在白兰的身上 女子叫王丹 男子叫赵凯 都是白兰的高中同学 李锐走过来 王丹好奇地问 白兰 这位是 白兰羞涩地道 他是 他是 我是白兰的朋友 我叫李锐 李锐微笑道 哦 王丹笑容古怪的拉长声音 赵凯则是充满敌意地 扫了李锐一眼 你们急着叫我过来 有什么事吗 寒暄过后 白兰问道 王丹笑道 听说你在这里卖楼 特地过来 请你给我们推荐一下 白兰惊讶道 你们赚大钱了 王丹文言娇笑道 不是我们了 是赵凯的爸爸 这两年包工程赚了点钱 就要给我们在海州 买个房子安定下来 好羡慕你啊 白兰道 王丹道 才一栋房子而已 没什么了 倒是你 听说这两年也混得不错呀 在海州买房吗 白兰尴尬的道 我还没买 王丹惊讶道 你怎么还没买房啊 白兰有些无语 这还用问吗 肯定不是不想买呀 还不是因为买不起 虽然心里不太舒服 白兰还是解释道 我还在赶首付 哇 王丹更惊讶了 我还以为你早就买房了呢 不过海州房价这么高 买不起也正常 你都要买房了 我买不起就很正常 虽然王丹说的是事实 可不知为什么 听起来很不舒服 白兰努力调整情绪道 你买找我就对了 我们远航心愿的楼盘 无论是地理位置 还是房屋质量 乃至各种物业配套 都是区域最好的 王丹撇撇嘴道 可惜面积太小了 才一百多平米 我和赵凯之前看了一个 一百八十多平的高层 那个才勉强够住 白兰张了张嘴巴 不知道该怎么接 李锐则是嗅到了一股火药味 这姑娘不像是来买房的 倒像是来炫耀的 王丹转向赵凯道 赵凯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 还暗恋过白兰 原来是这个 李锐恍然大悟 白兰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赵凯干咳一声道 你总提小时候的事情干嘛 王丹呵呵笑道 小时候的感情才纯粹呢 不用考虑家庭条件 也不用考虑工作 只要喜欢就够了 不过我都没放在心上 你紧张什么呀 难道你现在还喜欢白兰 白兰是再是听不下去了 赶紧道 那个 要不你们再研究一下 我朋友正好也要买房 我先给他介绍一下 王丹压道 哇 这么年轻就要买房 那白兰 你可要好好把握 别像错过我们家赵凯似的 又错过一个好男啊 李锐见白兰脸色胀红 便笑了笑道 幸好白兰当年没看中 你家赵凯 不然也碰不到 我这个爵士好男人了 此话一出 白兰王丹赵凯三个人的脸色 全都变了 第0050章 总裁清零 白兰没想到 李锐能给自己出头 脸色由红转粉 羞涩起来 王丹和赵凯 更是没想到 会被李锐当面嘲讽 脸色变得很难看 王丹阴阳怪气的道 呦 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爵士好男啊 不知道怎么个好法 难道比我家赵凯更好吗 赵凯更是面露不屑之色 没把李锐放在眼里 李锐淡淡的道 我好不好 白兰知道就够了 不必跟你们说 王丹冷笑 那我倒要看看 爵士好男人到底买不买得起房 李锐根本懒得搭理他 转身对白兰道 给我介绍一下吧 白兰领着李锐走到沙盘前 我觉得9号别墅是位置最好的 位于整个别墅区的中心位置 前面就是人工湖 每天坐在家里 就能欣赏到湖面风景 同时坐拥400平米的庭院 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活动 李锐边听边点头 前世他虽然来过远航心院 却没进过别墅区 只是听闻物业服务质量很不错 现在结合白兰的介绍和沙盘演示 越发觉得很适合父母居住 想到前世蹉跎半生 父母年纪那么大却无法孝敬 李锐就有些伤感 今生一定要让他们过上最好的生活 王丹远远瞄着 冷笑道 赵凯 看到你魂牵梦银的女神 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心里什么滋味 赵凯脑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胡说八道 前几天你说梦话喊白兰的名字 我都录下来了 你还不承认吗 王丹道 赵凯张口结舌 我就是梦见他了 能说明什么 王丹质问道 那你手机里存着他以前的照片 又是什么意思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小心思 你这些年 根本就一直没忘了他 不然我怎么一说来找白兰买房 你屁颠屁颠的就答应了 赵凯无奈的道 我以为你真的要买房 买 当然买了 不过不能在白兰手里买 我才不会他赚替成呢 王丹撇嘴 说完他拉着赵凯 来到白兰面前道 白兰 我就决定在这边买了 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大笔钱 所以我想直接找你们经理买 让他给我们一个大点的折扣 白兰欲言又止 最后挤出一个笑容道 没问题 我帮你联络原经理 真是不好意思了 让你白跑一趟 王丹假惺惺的道 白兰笑道 没关系 反正我朋友也要买房 王丹就满脸好奇的道 哦 打算买哪栋啊 我本来想选中间的A B两栋 可惜都被人买走了 只能推而求其次 买边上的C栋了 李锐淡淡的道 我还在考虑 哦 那就慢慢考虑吧 毕竟买房是一件大事 要是花了那么多钱 买了个不合心意的房子 那可就糟心了 王丹呵呵笑道 好不容易把王丹和赵凯送走 白兰很是抱歉的道 李先生 不好意思 让你看笑话了 李锐笑道 我看出来了 他今天就是来示威的 这也没办法 都是你太漂亮惹的货 白蓝脸又红了 他都不明白 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脸红的不停 这时 一群人走进寿楼处 围守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一进来就东张西望 似乎在寻找什么 寿楼小姐们看到这人 全都惊呆了 薛总 哇 薛总怎么来了 薛总 寿楼处里的顾客们 寻声望去 赫然发现一张经常出现在 各种财经新闻中的熟悉面孔 薛显贵 薛显贵是远航地产的总裁 就把远航地产从一个小工程队做到上市公司 经历十分励志 这两年 虽然地产行业不太景气 薛显贵依然以十亿左右的身家 占据了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一席之地 看到薛显贵出现在售楼处 不仅仅远航的员工们兴奋 顾客们也有些激动 薛显贵目光一扫 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急匆匆地朝着沙盘走来 王丹和赵凯眼睛亮了 咱们也太有面子了 薛总亲自来接待 王丹兴奋地道 赵凯赶紧整理了一下着装 薛总亲自出面 不得给个大折扣啊 王丹道 别愣着了 先打招呼啊 他们两个就赢了过去 喜笑颜开得道 薛总 我们就买一个小房子而已 居然还劳动您的大价 真是太客气了 薛显贵就愣住了 你们两位是 赵凯赶紧摸出一张名片道 薛总 我叫赵凯 我爸爸是凯旋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薛显贵皱了皱眉头道 如果要谈合作的话 去找工程部 要买房的话 直接问寿楼小姐 说完根本没去接名片 而是越过两人 继续朝沙盘走去 赵凯的双手将在半空 脸色涨成酱油色 王丹也惊道 怎么回事 薛总不是来接待我们的 那他来干嘛 薛显贵竟直走到李瑞面前 满脸笑意地道 李先生你好 我是薛显贵 我正好在视察这边的楼盘 听说你这位大客户来了 特地过来败坏 见到这位前世鼎鼎大名的地产大亨 李瑞也有些惊讶 却依然淡定的道 薛总客气了 薛显贵道 李先生上次来 给我们远航心愿送了一扇大生意 今天又有什么指教啊 李瑞笑了笑 打算给我父母买栋别墅 薛显贵立刻道 李先生这么孝顺 我必须得支持 今天你不管买哪一栋 我都拍板给你市场最低价 李瑞道 薛总此话当真 那我就不客气了 薛显贵哈哈大笑 我就盼着你不客气呢 你越是不客气 我就赚得越多啊 那好 李瑞往沙盘上一指 刚刚白兰说 九号别墅位置最好 我觉得不错 所以 我自己留一栋 再买一栋 以备有些亲戚来海州串门 正好把那一排都买了 啊 薛显贵还以为听错了 你的意思是 买三栋 李瑞道 没错 八号 九号和十号 我全都要了 全场安静的掉一根 针在地上都听得见 尤其是王丹和赵凯 简直吓傻了 第0051章 房产巨头 吹 吹牛的吧 王丹和赵凯觉得 李瑞一定是在吹牛 这是买房子 又不是买白菜 而且是别墅啊 远航新院的别墅 最小也有三百多平 总价在千万左右 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奢望的 虽然赵凯的爸爸 最近赚了不少钱 却只够在海州 给他们买一间房子 至于别墅 他们想都不敢想 而李瑞一开口就是别墅 还是三栋 这不是吹牛是什么 赵凯忽然道 他一定是为了在白兰面前逞能 王丹也觉得如此 没错 白兰一个卖楼的 怎么可能有这么有钱的朋友 就在他们自以为了解真相的时候 售楼处里 不知是谁第一个鼓起掌来 请客间掌声雷动 薛显贵也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 上次是两栋 这次是三栋 李先生每次来 果然都能带来惊喜 你这么爽快 我也不能输给你 八五折怎么样 三栋别墅将近三千万 薛显贵张口就给打了八五折 直接打下去一套洋房的价格 的确很爽快 多谢薛总 李锐前逝就听说薛显贵为人豪爽大气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你是我的财神爷 我得谢谢你才对 薛显贵大笑 手续让下面的人去办 咱们去喝杯茶 没问题 李锐道 对了 房价可以打折 提成可不能打折 薛显贵一正 提成肯定不会打折的 李锐点点头 问白兰道 这回首付应该攒够了吧 白兰激动得浑身发抖 上次的三栋楼 他分到了十几万 加上这次的十几万提成 他不但攒够了首付 还预出简单装修的费用 奋斗了好几年 帮助成百上千的人安家之后 他也终于能够在这座繁华大都市 有个落脚之地 能不激动吗 李锐又道 你干脆就买在C栋吧 跟我的AB两栋离得近些 平时还能互相走动 白兰的脸又红了 手足无措的 不知该怎么回答 你就是白兰 这时薛显贵笑呵呵的道 上次的两栋楼 也是从你手里卖出去的吧 小姑娘不错 很有能力 明天到集团人事部 给你安排个新岗位 白兰惊讶地瞪大眼睛 谢 谢谢薛总 双喜临门 所有寿楼小姐 全都极度地看向白兰 三栋别墅的提成 又是十几万 从寿楼处提拔进集团总部 更是一步登天 前几天和白兰一起接待李锐的爱莎 肠子都快毁清了 如果那天没有以貌取人 说不定这些好运都是他的 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薛显贵拉着李锐去喝茶了 寿楼小姐们纷纷围住白兰 献上或诚挚或虚伪的祝福 白兰姐 到了总部之后 一定要关照姐妹们 你刚来寿楼出的时候 姐姐没少照顾你 以后发达了 别忘了姐姐 李锐对你真不错 这都没忘记帮你要提成 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你可千万要把握住机会 白兰如在梦中 懵懵懂懂 不知该说什么 远处 王丹和赵凯呆若木鸡 那小子不是吹牛 白兰什么时候认识 这么有钱的朋友了 我们还买房吗 买什么 快走 两人没脸留下 脚底抹油 直接溜了 茶室 茶香鸟鸟 薛显贵喝了一口茶道 李先生年少有为 不知是做哪一行的 李锐道 我是做投资的 哦 薛显贵露出浓厚的兴趣 主要投资哪一方面 股票 外汇 期货 实业 只要能赚钱 我全都有所涉猎 李锐道 薛显贵有些惊讶 果然英雄出少年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在工地上搬砖呢 李锐道 薛总说笑了 你白手起家的故事 我也有所耳闻 能够抓住 城市化发展的机会 顺势而为 从包工头发展成 地产上市公司总裁 我要向你学习的地方 有很多呢 薛显贵笑了笑 没想到李先生 还挺了解我 看来平时 没少关注房地产市场 李锐点点头道 房地产这种暴利行业 我当然会更加关注一点 暴利 薛显贵摇摇头 房地产现在很难做 不瞒你说 我去年新开发的 远航新院和远航新天地 销售情况都不太理想 远航新院 好在有你这位大豪客 替我解决了不少问题 但新天地那边 还是没有起色 我正发愁呢 远航新天地 李锐知道 那个小区 以如今的眼光来看 属于城乡结合部 但随着未来十几年 海州的快速发展 用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一块宝地 涨幅和远航新院 比起来也毫不逊色 他隐约记得 似乎就在明年五六月份 海州更改了 原本的地铁规划 在远航新天地附近 增设地铁站 直接带动整个地块 蓬勃起飞 提早在远航新天地 置业的业主 全都赚得盆满钵满 这是个赚大钱的好机会啊 李锐盘算起来 薛显贵又闲聊几句 忽然道 李先生 你有没有兴趣 投资房地产呢 2010年 是房地产行业 最坏年代的尾声 和最好年代的开端 有些企业挺不过 这一关彻底崩盘 有些企业挺过这一关 就一飞冲天 前世远航地产挺过去了 在随后的十几年中 发展迅猛 收入增长35倍 核心净利润增长17倍 土地储备货值增长33倍 净资产增长27倍 市值破千亿 跻身全国十大地产龙头企业之列 迟得投资 李锐不知道 前世薛显贵是怎么挺过去的 可既然他找到自己头上 那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薛总缺资金了 李锐问 薛显贵有些尴尬 做我们这一行的 永远都缺钱 你需要多少钱 多多一善 李锐想了想到 我可以给你投资 但我有个条件 请说 我要包下远航新天地的销售权 一年之内全部回款 李锐平静的样子 不像是在弹几万平米的小区 而是一车大白菜 薛显贵张大嘴巴 他从商术十年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但李锐这么豪气的人 他真是第一次见 第0052章 超级大单 你说你要包下远航新天地 不是远航新院 薛显贵简直不敢相信 包销是房地产行业当中 很流行的销售手段 尤其是近年来 开发商的资金链日趋紧张 就更喜欢这种 能够先拿到钱的方式 一般来说 包销商会和开发商签订合同 约定基础价格和包销期限 并提前给付一定的资金 包销期内 包销商自行制定销售策略和价格 所得利润是定价和基础价格之间的差价 包销期满后 包销商必须以合同约定的基础价格 把为销售出去的房屋 全部购买下来 这种方式 开发商赚的少 但可以快速回收资金 降低风险 包销商风险很大 但如果房价上涨 会获得极大的利润 最近薛显贵资金链吃紧 急需资金维持公司的运转 本来也考虑找个包销商 但手头的几个项目 远航新院设不得给 远航新天地又没人要 一时进退两难 所以 当他听说 李锐主动要包销远航新天地 还以为是听错了 李锐笑道 我想包销远航新院 薛总设得给吗 薛显贵只能用笑声来掩饰尴尬 笑过之后 他认真的道 李先生 你不是开玩笑吗 薛总觉得 我会开这种玩笑吗 薛显贵有些激动的道 如果是真的 我可以给你最优惠的条件 那我们就深入的谈一谈吧 李锐回到寿楼处 所以是午夜时分 目光依然炯炯 跟在他身后的薛显贵 更是满脸兴奋 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大致的合作意向 两边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就是签合同 李先生 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 临别时 薛显贵紧握着李锐的手 久久不愿意松开 李锐笑道 一定会很愉快的 等薛显贵走了 白兰才怯怯的走过来 他一直没回家等着李锐呢 你和薛总谈什么了 白兰问 李锐道 聊了聊合作的事情 合作 白兰张大嘴巴 薛显贵是高高在上的大老板 李锐跟他谈的合作 至少也得几千万上一把 对了 我有个问题问你 李锐道 你说 白兰心砰砰乱跳 李锐 如果我想请你为我工作 你有没有兴趣 你要我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 只会卖楼啊 白兰压道 李锐道 没错呀 我就是要你卖楼 我把远航新天地包下来了 准备大干一场 怎么样 你有没有兴趣帮我 白兰傻掉了 远航新天地 包下来了 之前是两栋洋房 后来是三栋别墅 现在干脆直接包下了一整个小区 几十亿啊 我到底接待了一个什么样的客人啊 李锐看他满脸呆滞 就到 不用急着回答我 先回去好好睡一觉 再好好考虑一下 我这边随时欢迎你 嗯 白兰梦一般地应了一声 这一夜 白兰辗转反侧 李锐则是服案急书 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一日 李锐打着哈欠赶到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九点三十七分了 整整迟到了三十七分钟 他走到办公室门口 才打开门 隔壁董事长办公室的门就开了 叶冰林脸色冰冷地走出来道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李锐进了叶冰林办公室 奇怪的道 董事长 你这乌空条是不是开得太大了 怎么这么冷 叶冰林冷哼道 李锐你解释一下吧 为什么迟到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有点才华 搞定了亲亲爱的文案就了不起了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开除你 李锐笑了笑 董事长 你可冤枉我了 我是为了公司才迟到的 为了公司 叶冰林气坏了 那你倒说说看 你是怎么为了公司才迟到的 今天 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 我绝对不会再纵容你了 李锐递过去一份文件道 这是我昨天替公司谈好的一个项目 就是为了这份合同 我昨晚一直工作到凌晨四点多才睡觉 所以才会迟到 叶冰林皱眉 我记得你是设计部的 什么时候干起销售部的工作了 李锐道 设计部就不能谈项目了 所谓能者多劳 我这么优秀的员工可不多了 要不你给我开两份工资 叶冰林深吸一口气 平息内心的怒火 把文件拿起来 准备看看李锐又做什么妖 他甚至打定了主意 如果只是个小单子 那他绝对不会客气的 一定要当着公司所有人的面 狠狠批评李锐一顿 杀鸡儆猴 然后他就呆住了 好久之后 他才醒过神来 喃喃的道 李锐 这是 真的吗 千真万确 李锐道 远航地产居然要跟我们合作 叶冰林从来没什么表情的脸上 露出激动无比的神色 大单啊 房地产公司本来就是广告公司 最喜欢的财大气粗的客户 远航地产又是海州地产界的领军企业 能跟远航地产合作 对于贸源广告这种中型广告公司来说 简直就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先不管这一单能不能赚到钱 光是和远航地产合作这个事 就值得大叔特输一番 以后跟客户谈合作的时候 说上一句本公司服务过远航地产 伴儿有面子 更何况 合同上写明合作期限是一年 金额也远远超出了叶冰林的想象 太开心了 叶冰林真想振臂高呼一番 不过 他忽然冷静下来 看向李锐 他太开心 反而有点患得患失 这种大单 所有广告公司都会打破头去争去抢 怎么会落到李锐头上了 不会是这家伙 瞎编出来骗我的吧 你是怎么拿到这个单子的 叶冰林问 李锐道 我昨天去远航新院买房 碰到了薛显贵 和他聊得很投机 顺手就把这个单子谈下来了 叶冰林都听傻了 又去买房了 碰到薛显贵 还聊得很投机 顺便就谈成了 李锐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吗 第0053章 注册公司 叶冰林强忍内心的忐忑 尽量让自己的声线显得平静 李锐 你不是买过房了吗 怎么又去买房 李锐道 前几天买的是洋房 用来投资的 昨天去买的三栋别墅 准备给我父母住 三栋 你父母住的过来吗 叶冰林吃了一惊 李锐道 一栋给他们住 一栋我住 一栋给来海州串门的亲戚朋友住 叶冰林一脸黑线 你把买房当买菜了吧 那你怎么碰到薛显贵的 叶冰林从牙缝里挤出这个问题 李锐道 他正好在附近 听说我在看房 就来打个招呼 他专门来跟你打招呼 叶冰林只觉得不可思议 那可是薛显贵啊 不是什么小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是福布斯上看得到名字的大富豪啊 李锐道 很奇怪吗 如果有人跟咱们广告公司 签个几千万的大单 你肯定也会特地去打个招呼吧 叶冰林一想 是这么个道理 别说几千万了 为几百万的单子 硬着头皮灌酒的事情 他也不是没做过 可他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自己公司的小员工 居然跟薛显贵谈笑风生 如果这就是有钱的感觉 那么叶冰林觉得自己从来没有钱过 你再说说 合同是怎么谈的 叶冰林问 李锐简单扯了几句 却隐瞒了自己 包销远航新天地的事情 他也是为了叶冰林吼 万一刺激到他 再引发什么精神方面的抑郁 就不好了 叶冰林没听出什么破绽 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 李锐 谢谢你 叶冰林有些艰难的道 李锐干咳一声 没什么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个 叶冰林有些难为情 之前我说的那些话 你别放在心上 你说什么了 李锐故意问 叶冰林脸色微红 这可是难得在他脸上见到的景色 看得李锐心惊动荡 总之 迟到的事情就算了 这份功劳 我也记下来了 叶冰林有些慌乱 李锐打个哈欠 我昨晚没睡好 这几天你好好休息 想来上班就来 不想来就不来 只要把远航地产那边对接好就可以了 叶冰林立刻到 那就多谢董事长了 我先回家睡一觉 李锐笑眯眯的说完 转身就走了 叶冰林目送李锐离开 又翻开合同看了一遍 无力的靠在椅背上 觉得这个世界太不真实了 李锐当然没回家睡觉 他离开公司 直奔月发行 找到了陈清莲 数日不见 陈清莲似乎更有风韵 浑身洋溢着少傅的风情 让李锐眼前一亮 李先生 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吗 在工作场所 陈清莲的态度十分职业 并没有因为和李锐的关系 而有任何不职业的表现 李锐最欣赏陈清莲的 就是这一点 分寸感极强 永远知道 什么场合该做什么事 我想注册个销售公司 还需要管理 销售 法务 人事方面的人才 李锐拿出一份计划书 这是昨晚通宵的又一个成果 陈清莲接过去翻看了几页 露出惊讶的神色 你这是要做大事业啊 李锐道 嗯 我打算和远航地产合作 需要成立公司对接 越快越好 远航地产 陈清莲不解 你不是在那里买房吗 怎么还有合作 李锐简单说了 陈清莲张大嘴巴 你要包销远航新天地 那里位置太偏了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李锐笑了笑道 怎么 对我没信心吗 我既然敢包下来 自然是有一套计划的 陈清莲待了半天 我认识代办公司的人 很快就可以把公司注册下来 人才方面 我帮你留意一下 不过 我也不确定 能不能找到适合的人选 我这边也会联系猎头公司找人 你帮我多留心吧 李锐点头 聊完正事 陈清莲犹豫了一下道 李锐 等你那边开始销售了 给我留一套吧 嗯 李锐一愣 陈清莲微笑道 我最近正好也打算买房呢 既然你开始卖房了 我也不到处去看了 就照顾一下你的生意吧 记得丢个高点的折扣 新天的离这边可够远的 没地铁 也没没有直达的公交 你确定要买在那边 李锐问 陈清莲道 没办法 谁让我手里的钱不够呢 只能买远一点了 李锐知道他没说实话 你这个女人 是怕我的楼盘卖不出去吧 哎 你也不想想 如果真的卖不出 你买的这一套 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虽然觉得陈清莲这个做法 有点傻乎乎的 李锐心里却暖暖的 放心 我肯定给你最大折扣 他微笑着道 离开银行 李锐真的有点挺不住了 回到家倒头便睡 这一睡 睡得天昏地暗 直到天擦黑 才悠悠醒来 睁开眼才发现 手机有十几个未接电话 叶冰林的 陈清莲的 姚思玄的 白蓝的 怎么都是美女打来的 李锐想了想 先给白蓝回电话 我考虑好了 你需要的时候 我随时过去帮你 白蓝一接通电话就到 李锐道 你确定吗 留在远航你 会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去我那边 一切都要重头开始 你可以吗 我确定 白蓝斩钉截铁的道 欢迎你 李锐笑了 然后是姚思玄 小美女没什么要警示 只是问候一下 李锐猜到她想约会 可惜事情太多 只能假装不解风情 寒暄几句就挂了 再来是陈清莲 李锐 关于公司和招人的事情 我有个想法 陈清莲道 你为什么不收购 一家县城的销售公司呢 只要办理转让就可以 郑照不需要重新办理 还有县城的销售团队 你有资源吗 李锐眼睛一亮 陈清莲道 我有个 有个朋友 他认识的一个老板 正打算转让公司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帮你联系 好 你尽快安排 公司和人手的事情 都有了眉目 李锐心情不错 最后给叶冰林打了过去 才一接通 叶冰林的声音 就寒彻心扉 李锐 我给你30分钟 马上回公司 第0054章 两份方案 李锐赶回公司 大部分员工都已经下班了 只有董事长办公室里亮着灯 走到门口 借着门缝里射出来的灯光 李锐恰好看到了 惊心动魄的一幕 办公桌后的叶冰林 似乎是经过一天工作 有些劳累 正有些不淑女的 做着伸懒腰的动作 她整个身体都舒展开来 修长的梗子 如同美丽高傲的天鹅般 微微扬起 绣发瀑布般的挥洒下来 隐隐一握的纤细腰枝 扭曲出曼妙而恶挪的弧度 本就雪白的肌肤 在灯光照应下 弥漫出射人心魄的光泽 没 李锐推门入 大咧咧的直接坐下来 叶冰林眉毛一挑 丢过来一叠文稿 看看 李锐疑惑的问 这是什么 叶冰林微微有些得意 你走了之后 我仔细研究了远航新天地的资料 做出一份策划方案 你做的 李锐大为惊讶 叶冰林道 我的方案 采取了全媒体多渠道的方式 以远航地产的专业性为主打 突出远航新天地的未来潜力 主要以电视 广播 报纸 海报等宣传方式为主 再以模特走秀和演唱会为辅 进行高密度大容量的媒体投放 瞬间引爆全程关注 形成巨大的宣传声势 给购房潜力人群 造成远航新天地销售火爆 潜力无限的影响 不愧是广告公司董事长 说起策划案时 浑身洋溢着自信的光芒 真是美不胜收 只是 美丽归美丽 专业也还算专业 只是有点过时了 李锐听来听去 都是一些老套路 这么多年来 广告人真的是躺在功劳部上吃老本 翻来覆去都是这些招数 别说消费者了 难道从业者自己不觉得厌烦吗 如果真的按照叶冰林的方法去宣传 新天地的销售 能有多大起色不知道 海州各路媒体 肯定会赚得盆满钵满 这既不是李锐要的宣传方式 也不符合李锐的预算 花小钱 起高调 办实事 赚大钱 这才是李锐要的 怎么样 还不错吧 叶冰林充满期待的问道 模样就像是一个 等待老师表扬的小学生 李锐知道叶冰林想听什么 微微一笑道 董事长 你这个方案 虽然已经非常专业非常详细 可以直接拿去执行了 但我觉得 还是可以稍微修改一下的 是吗 叶冰林心中充满了得意 这可是 他花费了整整一天时间 做出来的方案 能够得到李锐的认可 还是很开心的 你说说 哪里需要修改 叶冰林兴奋的问 李锐拿起笔来 勾勾画画 这个太费钱 可以取消 这个太老套了 不能要 这个有点想当然了 必须拿掉 不多时 方案上布满了红叉 叶冰林脸色难看至极 这叫稍微修改 这已经全盘否定了好不好 李锐最后道 总体来说 这份方案还是不错的 董事长你辛苦了 叶冰林脸仗的通红 几乎是忍无可忍的问道 李锐 你这不是把我的方案 全盘否定了吗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李锐干咳一声道 我哪敢对你有意见 我只是实话实说 叶冰林更生气了 我的方案既然这么差 那你倒是拿出一套方案来 我倒要看看 你能做出什么新花样来 李锐当然早有准备 拿出个U盘递了过去 叶冰林呆了呆 这是什么 不会是方案吧 你说回去睡觉 原来是回去做方案 我误会你了 李锐心道 你确实误会了 我的确是回去 睡觉来着 这方案是昨晚顺手做的 叶冰林插上U盘 找出方案文档翻看起来 渐渐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李锐早知他会有这样的反应 心中暗笑 等叶冰林看完李锐的方案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揉了揉发紧的太阳穴 又扭了扭脖子 这才抬起头 认真看向李锐 这 这就是你做出来的方案 宣传还能这么做 他茫然的问道 怎么样 爆炸不爆炸 李锐笑道 简单 粗暴 豪横 炸裂 效果满满 花费也不算多 我相信 活动结束的时候 全国至少有一亿人知道 远航新天地的大明 你 叶冰林认为李锐说的太夸张了 却又觉得 如果一切都按照方案上 执行的话 未必就不能做到 只是他还在困惑 李锐的脑袋里装的 都是什么 怎么会想出这种方案来 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接手公司以后 也刻苦学习来着 自认为对于各种广告宣传方式 都很熟悉 但他却从来没想过 广告还能这么做 再仔细翻阅一遍 叶冰林越来越惊喜 李锐的方案 看起来天马行空 却非常具有可行性 甚至可以说 没有任何难度 以前没有人做过 这么疯狂的事情 但他相信 这次之后 会有很多人照猫画虎 有样学样 但不论那些人怎么模仿 茂园广告 都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一想到这 叶冰林兴奋至极 把自己辛辛苦苦完成 却被李锐批驳的 体无完肤的那份方案 忘到找挖国去了 李锐又道 董事长 这个单子 对于远航星天地和 咱们公司来说 都是一个机会 做好了双赢 都会迎来巨大的发展 做坏了双输 赔了本也赚不到吆喝 所以你觉得 到底是你的方案好 还是我的方案更好呢 叶冰林真想把茶杯里 水泼在李锐脸上 又有点舍不得 你这混蛋 就不能说得委婉一点吗 非得这么直接吗 不过他还是忍了 我的方案有点小问题 等我拿回去好好改一改 未必不如你的好 不过 暂时还是先用你的方案吧 叶冰林又犹豫了一下 这个项目 你来推进可以吗 多谢董事长器重 李锐笑道 我会认真做好的 亲爱那边也需要你 同时兼任两个项目 会不会压力太大了 叶冰林关切地问 李锐微微一笑 应对工作压力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自我调整了 比如休假放松了 再比如涨工资 叶冰林银崖咬碎 只要你把这两个项目搞定 我给你涨工资 发奖金 休年假 该有的奖励一个都不会少 就这 我还以为你会以身相许呢 李锐付菲不已 第0055章 接手新锐 当天晚上 叶冰林临时组建了一个企鹅群 作为远航新天地广告策划方案的项目群 群主是叶冰林 同时担任项目组副组长 组长则是李锐 公司的总理 总监 财务等高层 统统都只是组员 必须无条件全方位的配合李锐工作 任何人出现问题 直接开除 群里倒是一片祥和安静 大家都表示 会全力配合 努力工作 私底下 整个公司都沸腾起来 人人都在传言 驸马正式上位了 2010年10月11日 星期一 重生的第九天 一大早李锐驾车直奔枫叶路 枫叶路位于金浦区 这里是海州最繁华的区域 集中了众多金融机构 上市企业 大型商场和政府机关 商业气氛十分浓郁 可以说是寸土寸金 枫叶路上 一字排开七八栋 30层以上的大厦 据说这些大厦的每一层 都装着十几家公司 每一年上缴的利税 是个极为恐怖的数字 李锐来到枫叶路中段的新安大厦 停好车之后等了片刻 就看到陈青莲优雅走来 这条路上白领女性很多 陈青莲是他们当中最耀眼的一个 很多形色匆匆急着上班的男人 和他擦肩而过后 都会忍不住的回头多看一眼 留下一整天的好心情 两人见面 陈青莲介绍到 今天要去的那家公司 叫新锐营销策划 是一家专门做楼盘策划 和销售代理的房地产代理公司 本来生意还不错 可是08年经济危机 老板投资亏了一大笔钱 坚持了两年 有点撑不住了 就想把公司卖掉 新锐 新锐 李锐觉得兆头不错 一路走进新安大厦 陈青莲给李锐 介绍了一些新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主要的缺点是 业务基本停滞 只靠一些老客户维持 一些有实力的员工 看不到前景 跳槽的跳槽 离职的离职 优势是房租还剩半年 租金比较便宜 再就是正照和基本设施齐全 不需要重新办理 节省了很多时间精力 而且公司没有负债 老板要价也很低 电梯到了17楼 两人出去之后 左拐右拐再左拐 才看到新锐营销策划公司的牌子 一个戴着金丝眼镜 衣冠楚楚的男子站在门口 一见李锐就微笑道 李先生 幸会 这 这是我朋友刘洁 陈青莲有些慌乱地介绍道 李锐和刘洁握手 发现对方目光有些闪烁 似乎在秘密观察自己 握手后 刘洁道 陈老板已经在等你们了 一进新锐 先是一片格子尖 新锐内部把两个60多平米的写字间打通 其中一个用作员工办公的格子尖 另外一个设置了总经理办公室 财务室 后勤和人室等部门 地方不大 五脏俱全 布局也算合理 格子尖空荡荡的 十张办公桌 只有一半有人办公 就这么几个人还在东张西望 穿过格子尖 进入总经理办公室 新锐的陈老板已经泡好茶了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一个诚心想买 一个确实想卖 无非就是价格能不能谈得拢 最后双方达成的价格是43万 都挺满意 陈青莲的律师朋友 又来忙活了一整个上午 完成了转让的法律手续 虽然暂时还没有更名 但这家公司已经可以说是李锐的了 陈老板把公司所有员工召集到一起 宣布了公司转让的消息 员工们似乎早有心理准备 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陈老板又和李锐握了握手道 这里就交给你了 祝你好运 送走陈老板 李锐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训话 我今天第一天接手 很清楚 公司现在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之前有一些员工离开了 留下来的都是对公司有感情的骨干 我既然敢接手 当然有信心让公司重新走上正轨 我承诺诸位 之前的各种福利待遇只会更好 只要你们好好干 我们肯定能够携手将公司发展壮大 接下来 公司会有一个很大的项目 我希望大家振作精神 重新出发 一起前进 李锐还不了解公司的运转情况 并没有说太多 接下来 他要求员工把手头的工作整理交接 全员备战新项目 李锐回到办公室 还不等坐稳 有人敲门进来 是销售部的一个员工 一进门就说要辞职 之前公司艰难的时候 你一直留下来 我刚接手 公司正要有起色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辞职呢 李锐问 员工呵呵一笑道 嘴上眉毛 半事不劳 你太年轻了 我可信不过 李锐皱了皱眉头道 行 你走吧 走了不要后悔啊 哈哈 员工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 接了这么个烂摊子 我看后悔的是你才对 辞职的员工走了 李锐回头看到陈青莲脸色有点难看 笑道 青莲姐 你这是什么表情 陈青莲勉强笑了笑道 我有点后悔 介绍你收购这个公司了 我只是要个壳子而已 这个公司的资产和人员 我并没有放在眼里 能用就用 能留就留 不能用不能留的 丢了也不可惜 李锐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重要的是我脑袋里的东西 不是其他 青莲姐 你要相信我 陈青莲忍不住问道 你真的有把握 如果销售情况不好 你在我们银行存的那些钱 全都赔进去也不够啊 我这个人 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李锐笑道 给我三天时间 整顿一下公司内部 然后就开始 陈青莲见他满脸自信的样子 这才踏实下来 李锐忽然问 刘洁是不是你前夫 你怎么知道 陈青莲吃了一惊 猜的 李锐笑笑 看着人还不错呀 怎么离婚了 陈青莲摇头 我不想提他 对了 转让费43万里面 有他3万提成 我知道 李锐淡淡的道 我不怕别人从我这里赚钱 只要他能帮助我 赚多少钱 都是他应得的 陈青莲没想到 李锐的反应如此平静 偷偷瞄着他的侧脸 心中情绪翻来滚去 复杂无比 他越来越看不透李锐了 第0056章 双赢合作 吃过午饭 李锐带着陈青莲 来到距离不远的新淮路 和枫叶路上 龙蛇混杂的情况不同 新淮路上 都是些大型互联网公司 企鹅 陶桃 远大 新朗 网易 狐狸 它面前的这栋新微大厦 就是新朗公司 在海州的分公司所在地 一共18层 其中自用8层 另外10层外租 新朗公司 是国内最早开展 互联网业务的公司 曾经辉煌一时 却在激烈的竞争中 逐步落后 直到去年 随着微博的兴起 新朗才找到新的业务模式 如今 新朗微博 狐狸微博 企鹅微博 网易微博 几大公司混战不休 其中最红火的 要数新朗微博 用户已经突破了5000万 正在朝着一个亿的小目标 大踏步前进 李锐走进新微大厦 先看到宽敞明亮的大堂 和气派十足的前台 不由则则 互联网企业 果然都有钱 不过他们花的都是投资人的钱 当然是咋花也钱不心疼 前台小姐年轻漂亮 一身制服诱惑 令人赏心悦目 看到李锐和陈青莲到来 她起身微微鞠躬道 请问两位 有什么能为你们效劳的吗 我是茂园广告的 想见一下贵公司负责V博 推广业务的主管 李锐递上一张 昨天新出炉的名片 前台小姐道 请问两位有预约吗 李锐摇摇头道 没有 前台小姐 不好意思 要见主管及领导的话 需要提前预约 两位可以通过 email或者电话 提出约件申请 并提供相应的 等一下 陈青莲打断了她的话 请给那位主管打个电话 就说 越发行高级财务经理陈青莲 想要见她 前台小姐愣了一下 点点头道 请稍等 她去打了个电话 很快回来道 两位可以进去了 苏主管在12楼 1209市等你们 进了电梯 李锐低声问 你怎么有这么大面子 陈青莲严肃的道 他们盖 这栋大厦的钱 是跟我们月发行贷款的 不 李锐乐了 果然债主大爷的面子比较大 来到1209市 见到了V博推广部的主管苏平 月发行的陈经理是吧 你好你好 苏平对陈青莲的态度很热情 却没搭理李锐 手底下的员工了 陈青莲也意识到了 笑道 苏主管 我不是今天的主角 今天我是陪李锐先生来的 他想跟贵公司谈个合作 合作 苏平一愣 李锐递上名片 茂园广告 苏平露出疑惑的表情 在他的印象当中 并没有这种中小型广告公司的存在 好在债主的面子比较大 苏平为他们倒水之后到 具体是什么合作 李先生说一说吧 李锐把合作方案递了过去 苏平一页一页地翻下去 眉头越皱越紧 翻完最后一页 他抬头道 李先生 你这个合作项目 我有点没看懂 你的意思是 你在微博上搞活动 却不给我们任何费用 还要微博免费给你引流 你是不是不太清楚 目前的行情啊 陈青莲也吓了一跳 微博现在有多火 他也是略知一二的 微博的性质跟媒体差不多 想要合作的话得掏钱才行 李锐在微博上搞活动 却不给钱 这就好像是在报纸上 打广告不给钱一样 怎么可能呢 李锐却淡淡地道 苏主管的确没看懂 给微博钱 我不管你们 微博要钱就不错了 苏平脸色一沉 李先生 这话是什么意思 质疑我的专业水准 我承认 你这个方案不错 可我们公司是有规章制度的 如果你想在微博上做活动 就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则 支付应有的费用 不然的话 我也只能说抱歉了 李锐叹口气道 好吧 既然新朗微博没兴趣 我去找企鹅微博吧 或许他们会感兴趣的 他起身就要和陈青莲一起离开 就在这时 有人站在门口 往里面打量 你是李锐 门口是个大概三十多岁的女人 戴着黑矿眼镜 五官清秀 一身OL套裙 很是典雅大方 苏平赶紧起身 马总 李锐奇怪地看着对方 不记得认识这么个人 但从苏平的反应 可以看得出来 对方的直级很高 你是不是很困惑 在想我是谁 也对 你根本不认识我 女人笑了 但我认识你 请问你是 李锐真的认不出来 女人走进来 骆骆大方地伸出手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马文轩 是新浪公司 海州分公司副总经理 负责媒体推广 宣发外联工作 我父亲是马少天 你是马爷的女儿 幸会幸会 李锐恍然 李锐倒是没想到 马少天的女儿 不继承家业 却跑出来自己奋斗 既然能坐上 新浪海州分公司 副总经理的职位 可见很有能力 马文轩道 我从父亲口中 听说过你的事情 也看了那天的现场视频 对你印象很深 刚刚从门口路过 一下子就认出你了 寒暄几句 马文轩又问 李先生 你怎么会在这儿 谈业务吗 苏平浑身一颤 连忙道 马总 李先生是来谈合作的 我们正在商谈细节 这见风使舵的本领 挺牛 刚才还说抱歉呢 一转眼就变成商谈细节了 李锐也没拆穿 只是笑了笑道 是啊 我来给你们公司送大脸 哦 什么大脸 马文轩很有兴趣的样子 我包下了一个小区的销售权 想和微博搞个联合推广活动 李锐道 我做了个策划方案 可以达到双赢的目的 刚刚才给苏主管过目 是吗 马文轩看向苏平 苏主管 你感觉怎么样 嗯 苏平却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他不清楚 马文轩和李锐到底是什么关系 成年人的世界里 表面关系和实际关系 往往是不同的 当面春风满面的人 可能暗地里是死敌也说不定 明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 搞不好被地里睡在一张床上呢 苏平不敢胡乱表态 唯恐站错了队伍 只能挤出笑容道 我还在考虑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要不马总帮我看一看 第0057章 更不要脸 马文轩何等聪明人 看到苏平的反应 他就知道 合作项目一定有什么问题 若是其他时候 马文轩肯定不会多管闲事 他是副总 要高屋建林的把控全局 而不是把精力放在细枝末节上 但今天不同 找上门来的是李锐 是父亲赞不绝口的年轻人 让马文轩充满浓厚的兴趣 这个人是否值得父亲那样的看重 好啊 那我就看看 也学习一下 马文轩说着 拿过策划方案 认真翻阅起来 李锐胸有成竹 陈青莲却是忐忑不安 他不知道李锐的方案里到底都写了什么 既然苏平那一关都过不了 又怎么能过得了马文轩这一关呢 苏平则是安安懊悔 刚刚为什么要把话说死呢 四 马文轩越看越是心惊 这是房地产推广方案 还可以这么搞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啊 他快速看了一遍之后 又翻回第一页 仔仔细细的看了第二遍 等看完之后 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不是他故意拖延时间 实在是这份方案太有操作性了 甚至给马文轩打开了一扇门 让他看到 V博营销推广的无限潜能 整个方案 马文轩可以打出99分 唯一扣掉的一分 是李锐太扣了 这家伙 居然一分前推广费都不打算付 还希望 V博给他免费引流100万粉丝 若是别人这样提合作条件 马文轩早就把方案一甩 起身走了 他也终于明白 V博当盘菜了吧 可马文轩依然在思考合作的可能性 因为他看到广阔无比的前景 他甚至可以想象到 当这个项目发布的时候 会引发多么轰动的效应 甚至有可能帮助V博 提前完成一亿用户的小目标 难怪父亲对李锐赞誉有加 这个年轻人的确当得起 思索了片刻 马文轩笑道 李先生 这份方案是你做的 李锐点点头道 是的 太精彩了 虽然我从事这一横 已经有不少时间了 还是被你上了一课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这个项目如果可以做出来 肯定能够在V博的发展历史上 留下浓重的一笔 马文轩道 这个评价非常之高 反正苏平在新朗工作七八年了 还是第一次从马文轩口中 听到这么高的评价 李锐道 马总过奖了 陈青莲也松了口气 却用一双名谋 好奇的偷描李锐 想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 让这位美女老总 如此季节赞叹 马文轩看向苏平 苏主管 你有什么看法 苏平有点犹豫的道 马总 我倒是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没关系 你尽管说 有些话 马文轩不方便说 需要苏平出头 苏平明白了 整个项目的确有非常强的可执行性 前景也非常可观 我基本认同 唯一的问题是 费用方面不合理 咱们公司从来没有过这种心理 如果能够在费用方面达成一致的话 我觉得 这个项目还是可以做的 苏平道 马文轩笑了 李锐 你怎么想 李锐知道 他们想要钱 很直接的道 整个项目 我的预算只有四百万 而这四百万的每一分钱 都要投到项目的执行中去 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 付给V博 如果贵方觉得无法接受 我也只能表示遗憾了 苏平瞪大眼睛 你威胁我 李锐贪贪手道 我之所以带着方案第一个来新朗 是看中了贵方的流量效应 但市场上的V博产品 并非只有新朗 我也可以去狐狸或者企鹅 他们一定会非常开心 有这么一个爆款项目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 追上新朗的脚步 如果借此机会 流量倾斜到那几个竞争对手的地盘去 我想 你们不会太开心吧 苏平脸都绿了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你以为你是谁啊 敢这么威胁 我们马总 难道不知道马总他 等等 苏平赫然发现 马文轩似乎是在认真分析李锐的话 不会吧 马总你在我心目中 英明神武 无坚不摧 居然会被这小子给威胁住 李锐继续说道 马总应该看得出来 这个项目的推进 不仅仅是给远航新天地打广告 同时也可以帮助新朗引来巨大的流量 在这个流量为王 流量就是钱的时代 难道不就是新朗获得的巨大利益吗 我希望贵方的目光 能够放得长远一些 经此一役 彻底打败其他微博 独霸市场 到时候想赚多少钱都没问题 苏平哑然 你这个项目是不错 可也没这么夸张吧 人家狐狸微博起 而微博又不是纸糊的 凭什么 被你一个四百万的项目 就给击败了 陈青莲也有点傻了 在他的印象里 李锐虽然激进了一点 但做事还是有章法的 不是那种非常冲动的矛头小伙 可是现在 李锐自信满满的样子 令人怀疑 他不是来求新朗合作的 而是来施舍新朗一个机会 客大气垫 马文轩也笑了 他承认 李锐说的有几分道理 这个项目的前景非常庞大 绝对不能给竞争对手拿去 现在新朗微博 的确是领先一步 可很多用户 都是同时使用好几个微博 哪个微博明星多就关注哪个 哪个微博活动好玩就按哪个 还没有形成所谓的品牌忠诚度 更没有行业互成河 倘若李锐这个项目 真的在其他微博推进 绝对会对新朗微博 造成极大的影响 甚至有可能导致大量用户流失 除非 马文轩笑了笑 这个项目也未必一定要跟你合作 找个其他公司 一定愿意多出点钱 做个类似的活动出来 此言一出 苏平眼睛一亮 其实这也是他的想法 之前拒绝李锐的时候 他就在想 可以找其他公司 做个类似的活动出来 效果肯定也能报 陈青莲则是脸色巨变 太不要脸了 本来他以为 银行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行业 没想到互联网企业更不要脸 李锐却笑了 笑得很灿烂 好啊 这个方案免费赠送给贵公司了 李锐起身 还好我藏了几手 希望可以跟你们打个擂台 看看哪一家的效果更好 第0058章 对赌协议 李锐起身 丝毫没有留恋地往外走去 陈青莲犹豫了一下 紧紧跟上 苏萍暗喜 琢磨着 该把项目介绍给哪个关系好的公司 如果推广效果炸裂的话 他能从中拿到不少好处呢 眼看着李锐一支酒 已经卖出办公室 马文轩忽然淡淡地道 别急啊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李锐停步 头也不回得道 哦 马总还要说什么 马文轩笑道 这样吧 项目方案我再研究一下 最迟今晚下班之前 我给你确切地答复 听马文轩这么说 苏萍的心顿时沉了下去 苏萍很了解马文轩的性格 平日里强势果敢雷厉风行 斩钉截铁 不管多大的事情到了他手里 都会七里咔嚓地解决掉 如今 马文轩居然需要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来分析李锐这个项目 那说明 他是真的动心了 李锐点点头道 好 我给马总一下我的时间 五点钟我要结果 说完 李锐就走了 苏萍呆力半赏 愤愤地道 马总 这小子也推狂了 剩下的话没说出来 就噎回去了 因为苏萍分明看到 马文轩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喜悦 完了 苏萍知道 自己的好处没了 走出新围大厦 陈青莲快走几步追上李锐 担忧地道 李锐 你就不怕马总把你的项目飘窃去 李锐笑了笑道 他要抄就抄呗 最多只能抄到皮毛 抄不到精髓 陈青莲略微松了口气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知不觉的 他已经把自己 放在跟李锐统一战线上了 浑然忘记 他的身份 是越发型的高级理财经理 而不是李锐的秘书 先去喝杯咖啡 再看看股市 等五点了 李锐道 就不用再联络一下 企鹅和狐狸的人吗 陈青莲还是有点担心 李锐摇摇头道 不必了 那都是乌合之众 只有新朗才能一统天下 这个项目必须在新朗做 那你还提出那么苛刻的条件 要不就给新朗一些推广费用吧 陈青莲道 李锐嘿嘿一笑 美得他们 我这是帮他们加速发展壮大 没让他们赞助一笔就不错了 找了个附近的咖啡厅 两人落座 李锐打开手机上的股票和期货软件 观看其走势来 陈青莲瞄见 低声问 你最近收益怎么样 赚了几千万 李锐随口道 陈青莲呆住了 几千万 没听错吧 10月8日股市重开 今天才11日 4天就赚了几千万 就算银行赚的 也没有这么快啊 你是怎么赚的 陈青莲不可思议的问道 国内股票赚了100多万 美股赚了几百万 期货赚了2000多万 李锐道 陈青莲有点怀疑人生了 他最近关注了几个很有名的基金 高达几十亿的资金量 有着众多金融专家和操盘手大拿的加持 赚的还不如李锐的领头 难怪李锐中了彩票之后 要开始那么多账户 原来是个高手啊 李锐在手机上快速地操作 买进卖出 建仓减仓 忙得不亦乐乎 陈青莲看得眼花缭乱 他是专业人士尚且如此 不专业的 只能看到一片红红绿绿 完全看不懂李锐在操作什么 时间飞快 股市和期货市场相继结算 这一天 李锐完成了精工科技的建仓 整整两万手 目前的盈利是400多万 年花期货方面 100吨的涨幅又让李锐入账了过千万 他当然是把这1000多万的收益 继续投入进去 扩大资金量 继续满仓持有 丝毫也不怕爆仓的风险 陈青莲看在眼里 慌在心里 好几次想劝李锐不要玩得这么刺激 却又忍住了 倒不是说他的分寸赶起了作用 而是他意识到 自己跟不上李锐的思路 贸然提出的建议 除了影响李锐的判断之外 毫无作用 既然如此 不如不说 时间差不多了 两人回到新维大厦12层 这次直接进了马文轩的办公室 马文轩直截了当地道 李锐 关于这个项目的事情 我们公司原则上可以接受 但有一些细则需要更改 请说 李锐知道对方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微笑点头道 马文轩道 公司上层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愿意和你合作 为了配合你的项目 也愿意改变规则 可是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 和本公司的利益 我们需要你签一个对赌协议 按照你的方案 推广期为一个月 一共四轮 公司会全力配合你 做好每一轮的推广 但你必须要保证 每一轮次吸引的流量 达到预期目标 其中包括话题总量 媒体声音数量 媒体关注度 引入流量 粉丝数量 评论数 转发数等 只要达到我们的数据要求 就可以推进到下一轮 如果无法达到 贵公司就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李锐笑了 马文轩这个举措 早就在他的预料当中 新朗承认 李锐的方案可行 但究竟能够推进到 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他们心里没底 既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又不愿意承担太大的风险 所以 新朗才想要对赌 这样一来 就算项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新朗也不会鸡飞蛋打一场空 新朗很精明 却又有点小家子气 难怪作用 V博这么个会下金蛋的母鸡 前世依然打不过 任何一个互联网巨头 只能做个诸侯 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 主要是气度格局不太够 但李锐也知道 这是对双方最有利的结果了 新朗不可能再让步 于是他点点头道 可以 我现在就可以签 马文轩一喜 立刻递来早就准备好的合同 李锐当然不会乱签 只能又麻烦陈青莲的律师朋友 再来一趟 等签完合同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这么晚了 大家都还没吃饭吧 附近有家不错的餐厅 我请客 马文轩道 李锐不太想去 眉骨已经洗白白等着他呢 马文轩却道 最近有个拍卖会的东西 我很感兴趣 想请你帮忙长长眼 找我长眼 李锐愣住了 马文轩笑道 我父亲说 你的眼光比很多大事都厉害 第0059章 上美女当 高帽子人人爱戴 一听说鼎鼎大名的马少天 都夸赞自己 李锐也有点飘飘然 那就去吧 今晚先放眉骨一马 明天再搞他的风生水起 到了餐厅 几人点菜 陈清莲和律师朋友闲聊 素评之趣的捧起手机 马文轩打开随身的公文包 掏出本画册 加德阳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0冬季拍卖会 近现代书画 大型拍卖会前 拍卖公司会给重要客户寄送类似的画册 内容主要有拍品介绍和图片 还有预估价格等比较详细的信息 可以让客户提前熟悉拍品 制定近拍策略 这类画册都是限量的 只送给大客户 以马绍天在收藏界的身份地位 能够拿到画册并不奇怪 只是李锐有些奇怪 马绍天的收藏风格是重古 越古老的东西就越稀罕 对近现代的东西不太感兴趣 上次那两幅张大千的作品 在马绍天的藏品中属于非常少见的 而马文轩拿出来的 却是一本近现代书画专场的画册 完全不是马绍天的收藏风格 李锐怀疑这是他自己的爱好 果然马文轩道 我受到父亲的影响 平时也喜欢玩收藏 但我跟父亲不一样 我更喜欢收集革命年代的书画作品 李锐点头表示理解 有很多人和马文轩一样 向往火红的年代 有着那个年代鲜明风格的作品 在当今收藏品市场上十分火爆 价格一直平稳上涨 这次我看中了几幅画 但是有点吃不准真伪 想请你帮我看看 马文轩道 李锐刚咳一声道 马总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上次在你父亲的拍卖会上简陋 只是运气好 不是真的懂 这种是你找我 那是找错人了 哦 是吗 马文轩压道 可是金文山先生说 天底下没有那么巧的事情 李锐没想到 自己已经那么小心 居然还是被人看穿了 马文轩笑着把画册打开 你就费点心 帮我看看吧 李锐无语 只能装模作样的捧起画册看 这一看他就愣住了 怎么就这样巧呢 上面的画他还真认识 前世围绕着这幅画的真伪 曾经闹出过不小的笑话 怎么样 马文轩兴致满满的问道 这幅人民的水果 是唐奇先生的画作 五 六平尺 创作于1973年7月 是从画家本人手中得到的 是不是还不错 底价14万 我觉得20万以内就能拿下 李锐道 你想听真话 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 那就别买 这幅画有问题 怎么会有问题 马文轩亚道 加德在业内的公信力 一直都很不错的 如果画有问题 根本不可能上拍 李锐淡淡的道 唐奇一共画过三幅 人民的水果 一幅流了出去 一幅在金门博物馆 一幅就在海州博物馆 我看过海州博物馆那幅 和这幅的风格色彩非常相似 只是细节上稍有不同 我做了研究 认为这就是那幅流出的画 才想买下来 马文轩道 李锐摇头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唐奇画的三幅画 全都是十八平尺 马文轩好久没说话 李锐以为他伤心了 没想到他忽然玩耳一笑道 金大师说的果然没错 你真是半猪吃虎 上当了 李锐恍然大悟 这女人太狡猾了 她根本不是来请教的 她是来试探的 心里暗教不妙 李锐表面上没露声色 越是这种时候 越是不能慌 一定要表现出 胸有成竹的样子 马文轩果然被李锐唬住了 你一点都不惊讶 李锐道 有什么好惊讶的 那天拍卖会上 你真的看出 春江花月的问题了 马文轩睁大眼睛 不可说 李锐一笑 知道马文轩想要知道答案 却偏不肯聊这个话题 吃过饭 已经很晚了 李锐开车 送陈青莲和律师朋友回家 看到李锐的车子 马文轩和苏平 也都吃了一惊 2010年 宾利还是很能撑住场面的 不管是谁开着这么一台车 都会令人刮目相看 马文轩嘖嘖道 哪天就开开呗 李锐呵呵一笑 马总说笑了 你家大业大的 还在乎这么台破车吗 说完一溜烟跑了 马文轩盯着宾利车远去的影子 嘴角微翘 马总 这个项目 苏平凑过来 马文轩道 全力去做 这个项目做好了 年底你我都能再进一步 苏平眼睛一亮 再也不去惋惜那些飞走的好处了 陈青莲下车 和李锐打个招呼 回到家中 刘洁正在喝酒 地上已经横七竖八 丢着五六个啤酒瓶子了 看到陈青莲回来 他醉熏熏的道 怎么才回来啊 是不是裴心里的小子庆祝去了 我要不要恭喜你啊 新锐的新老板娘 陈青莲皱眉道 你胡说什么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跟李锐只是朋友关系 朋友 切 只是朋友的话 你干嘛对他的事情那么上心 听说新锐公司要转让 立刻就帮着联系 刘洁冷哼 你要是不能好好说话 就别说了 陈青莲摇摇头 刘洁忽然起身 伸手来抓陈青莲的手臂 陈青莲往后一躲 你干嘛 刘洁嘿嘿笑道 我今天拿了三万提成 心里高兴 你都跟信里的庆祝了 再跟我也庆祝一下 陈青莲冷冷道 刘洁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别乱来啊 刘洁道 都老夫老妻的 装什么算 说着就乱摸上来 滚开 陈青莲一脚 蹬在刘洁的腿上 趁他吃痛弯腰的时候 飞也似的溜进房间 反锁了房门 外面传来刘洁摔酒瓶的怒吼声 陈青莲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就是看上他年轻有钱 你就想帮大款 你也不想想 你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都这么大岁数了 他能看上你吗 老妞还想吃嫩草 你别做梦了 陈青莲缩在墙角 默默流泪 心里暗暗的想 明天一定要搬家 第0060章 狼性文化 10月12日 有雨 天空中 云来云去 时而下一阵急雨 时而又雨过天晴 李锐刚进公司 胖子就过来挤眉弄眼 你中风了 李锐问 胖子一瞪眼 呸 你嘴里就没有好话 没中风干嘛 弄出这种表情 李锐笑道 胖子低声道 昨天你一整天都没来公司 干嘛去了 跑业务去了 李锐道 胖子朝夜兵临办公室那边 弩了弩嘴 昨天董事长一整天心情都不好 骂了好多人 地中海都快被骂哭了 大家都说 是你没来的缘故 所以你以后千万不要再矿工了 不然大家真的扛不住啊 李锐还以为胖子太夸张 结果才走到办公室门口 叶冰临就面沉如水的走出来 李锐 你昨天干嘛去了 他冷冷的问道 李锐惊讶的道 董事长 不是你说 让我负责新项目吗 我昨天去跑项目了 有什么结果吗 叶冰临眼睛一亮 性不辱命 把新浪V博弹下来了 李锐道 真的 叶冰临微张嘴巴 满脸的不敢置信 等他看了合同 才相信 李锐真的做到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等他看清楚细节 就更是震惊了 新浪V博不要钱 白给我们做推广 李锐道 当然是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告诉他们合则两立 分则两伤 新浪V博的负责人马总挺 通勤达理的 一下子就发现 这个项目的潜力 就跟我签了 就这么简单 叶冰临总觉得 李锐没说实话 但合同再手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今天要去和远航 新天地的代理公司 谈合同 那边的老板挺难缠 可能要多耗费点时间 李锐道 叶冰临立刻道 你尽管去吧 不要有任何顾虑 不管对方提出什么条件 公司和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端 如果有业务费用 全报销 要是有那种 不能开发票的费用 叶冰临脸色有点难看 对方的费用可以报销 你的费用自己掏 小气 李锐嘟囔一声 转身就溜 出了公司 李锐心情愉快 远航新天地的代理公司 就是新锐 他就是老板 这合同想怎么签就怎么签 多了这么一个圈子 李锐只是想给 贸原广告弄个大单 缓解一下叶冰临的资金压力 免得他整天乱投资 另外一方面 李锐也的确需要个契机 在新媒体 广告和房地产领域 布局自己的事例 贸原广告和新锐公司 就是两个起点 一下雨 海州就堵车 李锐来到新锐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上午十点 公司里静悄悄的 李锐走进去才发现 外面格子间里 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地上还丢着几团垃圾 也不知道昨天 有没有收拾卫生 里面的办公室 传来说话声 李锐慢慢走过去 站在门边侧耳倾听 我看 有门路的 就赶紧走吧 这公司迟早完蛋 昨天小许刚辞职 就去了横远地产 听说一个光是月底薪就四千 新老板年纪轻轻 估计是拿咱们练手的 你看看 这都几点了 人还没来呢 唉 要不是还这防弹 我早不干了 李锐听了的大概 心里一笑 新锐衰败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有本事有门路的早就跑了 剩下这些 用老弱病残来形容 也不为过 对待这些人 得用些手段才行 直嘎 李锐推开门 正在抱怨的员工们 全都吓了一跳 等看清是李锐 一个个都低下头去 都在呢 李锐笑了笑 财务孙大姐甘笑了一声道 还没派工作 我们一起聊聊天 那个 老板来了 大家快点回去干活吧 等等 李锐道 既然都在 我正好说几句 房间里一片寂静 李锐道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 叫做狼图腾 不知你们有没有人看过 没人回答 李锐也没指望 他们看过这书 继续道 这本书讲的是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位知青 在大草原插队时 和草原狼之间发生的故事 对狼群的描写 细致如微 从这本书里 我总结出了狼的三个特性 第一 狼有敏锐的嗅觉 善于捕捉机会 在大草原上 狼的目光永远都盯着猎物 一有机会 马上出击 第二 狼有不屈不挠 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 从不轻言失败 狼袭击羊时 总是死死咬住 而且 狼并不只是咬死一只羊就算了 而是在最短时间内 能咬死多少 就咬死多少 贪婪 执着 不放弃 第三 狼是群居动物 极有团队精神 很少单打独斗 所谓猛虎也怕群狼 说的就是这个 众人没什么反应 甚至有点疑惑 不明白李锐为什么说这个 难道公司要转型做动物园 李锐画风一转道 受到这本书的启发 我也总结出了 在公司运营中的三条狼性文化 从今天开始 我们新锐公司 就要按照狼群的方式运行 第一 敏锐的察觉对手动向和市场变化 抓住先机把握机会 第二 拥有不怕输的精神 和永不放弃的信念 积极面对竞争 第三 发挥团队效应 每个人都要为公司的发展 努力奋斗 能做到这三点的 才能留在公司 做不到的 现在就可以辞职走人 众人面面相去 如果他们能走的话 早就走了 拖到现在 全都是抱着 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中的心思 突然让他们从和尚 转变成狼 一时都有点猛 前世许多互联网公司 推行狼性文化 有以花为和千度最盛 如果归根溯源 其实狼性文化 起源于诸子百家中 法家的法术是 法 以严厉的规则约束人 术 以丰厚的奖励诱导人 是 以强大的威权恐吓人 刚刚李锐表演的是 接下来该是法和术了 李锐淡淡地道 我不要求 你们每个人 现在做出决定 可以回去考虑一下 三天内给我答复 现在 所有人到外面来 我宣布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第0061章 杀鸡儆猴 新锐公司 还剩12名员工 经理一名 财务一名 人事一名 行政一名 前台一名 业务七名 其中 男性九名 女性三名 分别是财务 行政和前台 大家全都站在格子间里 有人紧张 有人却无所谓 新锐半死不活已经很久了 前任成老板 想了不少办法 想要起死回生 却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连成老板那种业内老人 都做不到的事情 李锐这个年轻的 有点过分的小子能做到 李锐扬起一叠文件 这是远航新天地的 包销合同 从今天开始的一年时间内 我们新锐公司 将会承担这个小区的销售任务 什么 众人全都惊呆了 远航地产的大名 海中没有人不知道的 我们居然能够拿到远航楼盘的包销权 这也太牛了吧 不过远航新天地 是哪个楼盘 怎么好像没听过 李锐把文件分发下去道 大家先看看合同吧 众人接了合同 快速的翻看起来 越看心越凉 还以为是什么好楼盘 感情是在那么远的地方 也对啊 如果是不愁卖的楼盘 远航凭什么包销 自己赚大钱不好吗 所以说 这份包销合同 看起来是个机会 其实就是个坑 如果最后卖不出去 全都得自家兜底买下来 那可是一大笔钱 新老板该不会是上当了吧 泽泽 这么年轻的老板 刚进社会 就被上了一课 好可怜 等大家看得差不多了 李锐继续道 待会儿 我们就集体出发 去远航新天地的售楼处看一看 做好销售准备 进入战时状态 这个项目 对于新锐公司来说 是一个起死回生的契机 诸位是想要在一个 奄奄一息的小公司里混日子 还是想要翻身把歌唱 就看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还有 关于售楼的提成奖金 我会做一个详细的列表 今晚发给大家 我可以保证的是 只要你们努力卖房 每个人都会获得应有的回报 合同是法 奖金是数 法术是齐活了 众人面面相去 有人露出兴奋的表情 有人依然没什么反应 李锐看在眼里 对每个人的性格做出了分析 同时也决定了去留 这些人 能用的就用 不能用的就淘汰 日后李锐的麾下 必须是一支 另行禁止如指必使的队伍 不留废物 李锐让行政雇了一辆中巴 在这公司所有人 浩浩荡荡地 朝着远航新天地驶去 远航新天地所在的位置 目前还属于城乡结合部 从金埔区区出发 足足一个小时之后 道路两边出现了破旧的房屋 大片的荒地 轰鸣的厂房 车辆也明显变少了 视野里最多的是建设中 或者已经建好的楼盘 大部分都冷冷清清 看到这一幕 员工们心都凉了 这什么破地段啊 都快到农村了 谁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 来买房 只有李锐胸有成竹 眼前看到的一切 都演变成十几年后的模样 破旧的房屋 一栋栋被拆除 变成了医院 学校 商场 公园 大片的荒地 改建为大学城 涌入了十几万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 轰鸣的厂房 被挪到更远的地方 无数楼盘拔地而起 未来 这是财富诞生的宝地 车子停下来 李锐第一个下车 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入眼处有绿树 有鲜花 还有一片人工湖 湖中居然 还有几只鸭子 在悠闲的游来游去 薛显贵不愧是地产大佬 知道地理位置差了点 就从环境入手来弥补 远航新天地销售情况不好 小区里的绿化和环境 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让久居城市的人们 有种清新自然的感觉 光凭这种感觉 是不是能让新天地的销售情况 有起色 目前来看 还是否定的 而且 小区四周的环境 暂时还不敢攻卫 大片工地和荒地包围过来 更显得环境清幽的远航新天地 是个突兀的存在 看过了环境 李锐的目光 才聚焦在小区整体上 16栋楼 其中10栋24层的高层 6栋11层的多层 高层3T4户 多层2T3户 放在十几年后有点局促 在当今来说 还算合理 小区开售一年多 半数的楼都已经封顶 销售却很不理想 目前 高层一共960套房源 只售出了103套 多层198套房源 售出了32套 难怪薛显贵的资金有些紧张 砸了这么大一批房源在手里 换成谁也吃不消 售楼处倒是搞得挺气派 门口却没人职守 李锐带人浩浩荡荡地进了售楼处 里面空荡荡的 只有个硕大的沙盘 住立在大厅中央 人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房子卖得少 提成就少 售楼员当然没有积极性 而越是缺少积极性 顾客上门看到这个情况 买房的情绪直接就消灭了大半 房子就更卖不出去了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新锐的员工们看到这一幕 也有点呆了 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同类啊 这不都是混日子吗 李锐咳嗽一声 声音在大厅里回荡 片刻之后 有声音从隔壁传出来 看房 又拖了一分钟 才有人湿湿然地走过来 一看到大厅里站着这么多人 吓了一跳 赶紧叫道 王经理 王经理 再过了五分钟 以远航新天地售楼处经理 王晴为首的售楼处员工 一共二十二人 才全部站在李锐面前 列队接受检阅 王晴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 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道 李总 刚刚我正在给他们开会 让大家都振作起来 迎接新老板的到来 请您放心 未来的一年里 我们会全力以赴配合您的工作 一定要让远航新天地的销售 更上一个台阶 李锐笑了笑 忽然指向沙盘中的一栋楼道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栋楼一共卖出去几户 王晴张了张嘴巴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李锐又道 最近一个月售出的楼 均价是多少 客户都是什么收入水平 家里有几口人 在什么区域工作 为什么选在这个小区 你做过统计和研究吗 呃 王晴还是一个字说不出 李锐道 王经理 我觉得新天地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你可以收拾东西回远航了 让他们给你安排个新工作吧 四下一片死寂 任谁都看得出来 新老板这是杀鸡给猴看啊 第0062章 李锐受伤 王晴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没做到位 却没想到 心爱的老板 第一时间就把他开了 李总 之前我的工作的确没做到位 我知道错了 你就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一定兢兢业业 别让我回集团 太丢人了 王晴聂如道 李锐淡淡地道 留下也行 但授楼处 经理我已经有人选了 如果你要留下 就得从基层做起 我 王晴不知所措 你考虑一下吧 李锐不再理他 走到沙盘前 俯瞰这一片新天地 李锐对远航新天地的未来 是有信心的 再过半年 新地铁规划一出 不需要做什么营销 楼盘也会一抢而空 但在那之前 还有半年 这半年 是他验证一些东西的时间 做营销 锻炼队伍 打造个人名片 都要靠这半年 半年之后 李锐要成为广告界的营销明星 要拥有一支 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队伍 要在海州商界 塑造起个人形象 到那时候 他不再需要靠着越发型的黑卡 来彰显身份 他的名字就是身份 李锐服想连篇许久 这才转身到 今天有三项工作 第一 打扫卫生 明天开始 寿楼处 要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对外 第二 完善规章 所有讲成严格执行 有功毕上 有过毕法 第三 熟悉团队 寿楼处和新锐公司 合二为一 不分彼此 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接下来的一整天 李锐忙得脚打后脑勺 打扫卫生 他得身先士卒 做出榜样 完善规章 他得自真俱拙 亲自把关 熟悉团队 更是需要居中磨合 一天下来 李锐感觉 人生已经到达了尽头 别人重生 都是罪卧美人兮 行长天下拳 我怎么累得跟狗一样 好在经过一天的整顿 无论是新锐的老弱病残 还是寿楼处的乌合之众 都有了改变 至少精神面貌上振作了不少 这样一支队伍打印仗肯定不行 用来撑场面 还是勉强够用的 反正接下来的第一站 主要是宣传 队伍再慢慢打理吧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李锐回城的时候 给叶冰林打了个电话 你怎么很累的样子 叶冰林发现 李锐声音很疲惫 关切地问道 能够得到美女董事长的关心 李锐心里 还是有点小开心的 便道 别提了 对方的条件太苛刻 我跟他们斗之斗勇一整天 结果怎么样 叶冰林忙问 李锐叹口气 还差一点 不过已经见到曙光了 我估计再有两三天 肯定能拿下 太好了 隔着话筒 都能听出叶冰林的兴奋 又忽悠了叶冰林几句 李锐挂了电话 才笑出声 这董事长也太好骗了 正准备回家 陈清莲来了个电话 喂 清莲姐 李锐 你 你能来我家一趟吗 话筒里传出黄疾的声音 李锐立刻警醒过来 怎么了 我 陈清莲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李锐听到摔碎东西的炸裂声 我 我想搬出去 刘杰就发疯了 他在乱砸东西 我躲在房间里 不敢出去 陈清莲惊恐的道 李锐道 要报警吗 我不想惊动警察 你来接我可以吗 你别挂电话 我马上就到 李锐一脚轰下油门 兵力车间一般的窜了出去 别看兵力大气沉稳 不似跑车那般张扬 加速起来 却是绝对不含糊 一边狂奔 李锐一边和陈清莲保持着通话 清莲姐 不用怕 我很快就到 如果他敢对你不利的话 你就大声地喊 我已经到附近了 再等我五分钟 李锐也不去管闯了几个红灯 只用半个小时 就来到陈清莲家楼下 车都没停稳 李锐已经冲下去 清莲姐 你家在几楼 陈清莲 李锐一边爬楼 一边大叫 401 陈清莲啜气道 李锐冲到四楼 401的房门紧闭着 挥起拳头狂砸 痛痛痛 开门 刘杰 我知道你在里面 开门 是个男人就把门打开 有什么话冲我说 别男为女人 碰 门开了 刘杰醉醺醺醺的站在门口 两眼血红 手里还拎着酒瓶 嘿嘿 我就知道是你 刘杰冷笑道 怎么 急着接陈清莲回家搞破鞋啊 你少胡说八道 让开 李锐喝道 刘杰漫咧咧咧的道 你小子勾引我老婆 还有理了 你是不是以为有钱了不起 就能破坏我们的感情 放屁 陈清莲早就和你离婚了 他愿意跟着谁 都是他的自由 跟你一毛钱 关系都没有 李锐说着 就要进门 你敢进来 我就开了你的瓢 刘杰扬起酒瓶 李锐冷笑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老子有的是钱 你碰掉我一根毫毛 我就弄死你 你 刘杰想起陈清莲收到的那些昂贵礼物 又想到 李锐眼皮都不眨 就花了几十万 收购新锐公司 顿时有些耸了 李锐一把推开刘杰 往屋子里走 清莲姐 你别怕 我来了 刘杰疼得一股火勇上心头 朝着李锐背后丢出酒瓶 口中骂道 你搞我老婆 我弄死你 而后生风 李锐往旁边一闪 酒瓶趴地砸在墙上 碎片横飞 一块玻璃碎片擦过李锐的手臂 吃拉 流出一抹鲜血 偷袭 李锐转身一脚踹在刘杰的小腹上 把他踹出好远 看到李锐流泻了 刘杰的酒也吓醒了大半 惊慌失措的道 我 我不是故意的 说着爬起来 转身跑了 光当 陈青莲听到声音从房间里冲出来 看到李锐手臂流血 浑身一晃 差点晕倒 你没事吧 他拿来一条毛巾 捂在伤口上 还不等李锐说什么 他就拉着李锐往外跑 旁边就有家医院 青莲姐 李锐想解释一下 却被他拉着狂奔 停不下来 到了医院急诊室 陈青莲紧张无比地问医生 医生 他的伤怎么样 医生皱眉道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不然 不然怎么 医生笑道 就这种伤口 自己抹点药水就行了 连破伤风针都不用打 第0063章 暂时同居 李锐和陈青莲并肩走在路上 手臂上贴着个窗壳贴 陈青莲满脸通红 你怎么不早说 我要说来着 你拽着我跑得那么快 我根本说不出来 李锐无辜地道 陈青莲狠狠瞪了李锐一眼 既然你没事 待会儿帮我搬行李 喂 我是伤员啊 情商不下火线 回到陈青莲家 刘杰估计是吓破了胆 还没回来 两人拿好行李下楼 有邻居大娘看到 惊讶地问 青莲 你这是去哪儿啊 陈青莲道 我要搬走了 谢谢您多年的照顾 邻居大娘叹口气道 搬走也好 刘杰那种混蛋 根本配不上你 这位是你男朋友吗 挺帅的呀 小伙子 青莲是个好女孩 你可要好好待她 大娘 陈青莲想要解释 李锐抢先道 大娘放心 我会照顾好青莲的 有空 我陪她回来看您 大娘都误会了 李锐黑黑一笑 现在去哪儿 我在公司附近 租了个小房子 陈青莲说了地址 李锐开着车 很快到了陈青莲 租房的地方 然后就愣住了 你租在这里 看着面前一片低矮 破旧又杂乱的 老式居民楼 李锐皱眉 陈青莲道 这边离银行近 房租也便宜 不行 李锐摇头 怎么不行 陈青莲问 李锐道 就是不行 这里又脏又乱 你经常加班很晚回来 遇到危险怎么办 2010年 还没有后来 那么多天眼摄像头 城市的阴暗角落 依然会有罪行发生 李锐不放心 陈青莲一个单身女人 住在这种地方 没事的 陈青莲还没说完 李锐已经发动汽车走了 你干嘛 陈青莲压道 李锐道 你告诉房东 不租了 我押金都交了 我不给你 那我今天住哪 先住我呢 陈青莲不说话了 脸烫得吓人 想要拒绝心 却砰砰乱跳 一路上 两人谁都没说话 李锐专心的开车 陈青莲偷瞄着她的侧脸 心乱如麻 住到李锐家里 意味着什么 陈青莲是结过婚的女人 不可能装作不懂 她必须承认 心里对李锐 是有种奇妙感觉的 却没想过走出这一步 她知道自己配不上李锐 人家年少多金 才华横溢 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凭什么要她一个离过婚的 就连今天请李锐上门帮忙 她也是下了巨大的决心 因为她在海州 实在没有其他 能够依赖的男人了 现在 车子朝着李锐的家驶去 每一秒钟 对于陈青莲来说 都是理智和情感的交锋 她不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 她有些害怕 却又莫名的有点期待 车子到了李锐住所楼下 她直接拎了行李 往楼上走 陈青莲欲言又止 迈着小碎步跟在后面 一路上遇到的每个人 陈青莲都觉得在看自己 脸越来越红 进了电梯 只有他们两个 气氛沉默的有些诡异 陈青莲快要抓狂了 觉得必须打破这种沉默 她轻咳一声道 你家有几个房间 说完她才觉得有点不对 都已经到这里了 才问有几个房间 岂不是默认 如果只有一个房间的话 她就愿意跟李锐睡在同个房间 我到底在做什么啊 陈青莲很想捂住脸 以免让李锐看到自己尴尬的表情 两个 李锐到 陈青莲轻轻输了口气 进了李锐的家 陈青莲有点错愕 在她想来 李锐这么有钱 房间应该非常奢华 没想到只是普通的家居 而且装修风格有点女性化 李锐解释道 这是我租的房子 装修家具都是原来房主的 是个年轻女孩 哦 陈青莲点点头 表示理解 李锐指了指稍微小一点的卧室道 我已经住了大卧室 搬东西太麻烦 委屈你住小卧室吧 已经很好了 陈青莲连忙道 那你收拾一下吧 陈青莲进了卧室 把门须眼上 这才发现心跳的厉害 她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就跟着李锐来了 孤男寡女 同居一室 这不太好吧 可是来都来了 难道现在离开吗 她的心里激烈的斗争了一会儿 发现外面没有了声音 偷偷扒开门缝往外看 陈青莲就看到李锐坐在电脑前 正在聚精会神的盯着屏幕 屏幕上 红红绿绿的 正是美股市场 她 陈青莲的心忽然平静下来 意识到自己想太多了 李锐的未来 辽阔的惊人 她的未来 似乎已经能看到尽头 他们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又何必担心偶然的香蕉呢 陈青莲收拾好行李 觉得身上黏乎乎的 走出房间道 李锐 我洗个澡 嗯 李锐头也没回地应了一声 其实所有注意力都在屏幕上 眉骨风云变幻 李锐窥然不动 别人或是哭爹或是喊娘 只有她坐收鱼翁之力 检阅了一下池仓 看着每天都在攀升的收益 李锐心满意足 又去门头沟上 小规模地搜刮了几百个比特币 李锐有了些尿意 她幸不走向洗手间 走到门口的时候 似乎忘记了什么事 边想边顺手 拉开了洗手间的门 水波阴晕 光影迷离 白花花一片 真干净 碰 李锐飞快把门关上 吞了下口水 转身冲回电脑前 脑海里 萦绕的都是刚刚的一幕 十几分钟之后 洗手间的门打开 陈青莲走出来 大家心照不宣 只当什么都没发生 直到快睡觉的时候 陈青莲才提醒李锐 洗手间的门锁坏了 需要修理一下 我明天就叫人来修 李锐尴尬的道 这一夜 或许是换了新床的缘故 陈青莲没睡好 李锐也翻来覆去 梦到了前世 梦到了今生 梦见了许多人 他还梦见一朵青莲花 亭亭玉丽 恶挪多姿 风雨翘美 沿意在水波之间 美不胜收 第0064章 虚假宣传 2010年10月13日 一大早 李锐摆弄着手机 联络于娜 此时是美国时间傍晚 于娜也许在线 猎人 老同学 上次那件事 帮我打听了吗 虽然才过了几天 可李锐心里急啊 Instagram的发展 是以天来计算的 上线才一个月 就拥有了100万用户 越早入场 李锐的投入就越少 再说 谁知道前世脸书 是什么时候盯上Instagram 以李锐现在的实力 还远远不够跟脸书抗衡 只能趁脸书 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抢占先机 否则等脸书出手 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好半天都没有回应 李锐想了想 又发了一条 猎人 我不太清楚 你距离那边多远 找他们可能需要一些费用 如果方便的话 把你的PayPal账户发给我 我给你打一笔活动费用 依然没有回答 李锐也只能等待 谁让他在美国 不认识其他人了呢 起床来到客厅 李锐闻到了一股香味 再一看 餐桌上居然摆着一份早餐 烤面包煎蛋和香肠 很精心的摆盘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早餐旁还有一张纸条 谢谢你的收留 我会尽快找房子的 我先去上班了 给你做了份早餐 别嫌弃 李锐搔搔头 这女人挺贤惠 吃饱喝足 驾车先去茂园广告 到了公司 李锐把公司所有广告设计师 全都召集起来 诸位 公司这回借到的项目非常重要 关系到我们茂园广告日后的发展 是继续跟几千家中小型广告公司 厮杀在低端市场 还是一飞冲天成为大广告公司 就看这一回了 李军总监 我要求你亲自监督 今天就把远航新天地的所有宣传物料准备出来 李锐开门见山的说道 众人知道 李锐所言非虚 而且叶冰林特别重视 全都表示会全力以赴 李军也一改往日的尖酸 问道 宣传方面 具体有什么要求吗 李锐把远航集团之前的宣传物料丢过去一份道 主体可以借鉴一下这些 但要突出两点 一是环境 二是潜力 我不管你们怎么写 但一定要吹得天花乱坠 可是 李军露出为难的神色 潜力方面 总不能凭空捏造吧 我做过研究 那边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呢 十年之内 恐怕都看不到什么潜力 就算我是够防者 恐怕也不会选择那边 李锐翻了个白眼 心到你的想象力也就这样了 现在的你爱搭不理 三年之后 你就高攀不起了 如果每一件商品都要如实宣传 我们广告公司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要你们画大饼 你们就往大了画 随便吹 李锐到 出了问题我负责 那 那我们试试吧 李锐都这么说了 李军也不敢再说什么 只能保证一定用心去做 李锐鼓励了他们几句 赶紧转场 去了新围大厦 到了新围大厦 又和微博宣发部门开了个会议 给他们好好上了一课之后 李锐又上路了 路上 他十分悲催的想 我是美国总统吗 为什么我要这么忙 我赚这么多钱 有什么用 我有时间花钱吗 便利车停在一个老小区门口 往来居民看到这么豪华的车 都在窃窃私语 想知道豪车是来干嘛的 不多一会儿 穿着白领套装的白蓝 从小区走出来 上了车子 看到白蓝上车离去 小区居民炸了锅一样 那个女娃租在三栋701 听说是卖楼的 卖楼的 咋能坐这么好的车子 开车的是个年轻小伙子 是他男朋友吗 我早就听人说 卖楼能认识有钱人 原来是真的 改名就让我孙女也去卖楼 你孙女那模样 早把有钱人吓跑了 宾利车平稳的行驶着 李锐一边开车 一边和白蓝聊天 辞职对提成没影响吧 没 薛总打招呼了 他们不敢卡着 老薛估计偷偷骂我不够意思呢 居然把他手下 第一美女售楼员给敲走了 我哪有那么漂亮 白蓝的脸粉嘟嘟的 李锐也不再胡闹 话锋一转道 等会过去之后 我任命你为售楼部经理 有个关键任务 需要你来推进 你说 白蓝道 第一批目标客户 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 医院的医生 学校老师 尤其是附近的高校的教授和讲师 对这些客户 可以允诺高折扣 或者减免物业费停车费的优惠政策 只要他们愿意来看房 可以派车接送 或者补贴车费 和赠送礼物 总之 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要拉他们过来 这些客户对于小区位置的要求比较高 恐怕不会看中远航新天地吧 为什么要主打他们 白蓝疑惑的道 这几天 他也做了不少功课 对远航新天地的优势劣势 多研究了七七八八 觉得李锐似乎选错了群体 李锐笑道 我知道 我本来也没打算卖房给他们 那你是 白蓝更迷惑了 李锐道 接下来最主要的是 当有大批看房客涌入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有意无意地透露出 这些客户的身份 造成附近即将搬迁过来医院学校 甚至新建大学城的印象 啊 白蓝大吃一惊 这涉嫌虚假宣传吗 李锐暗笑 现在的确是虚假宣传 但半年后就不是了 新规划一出 何止是医院学校大学城啊 各种商业配套 也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 到时候 所有买房子的人都会感谢我的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李锐也不解释 白蓝犹豫了一下 点点头道 好的 我会照做的 不过 什么时候能有大批看房客啊 很快了 李锐露出笑容 周末 第一波宣传公示就会启动 你最好提前做好准备 不然我怕忙不过来 到了远航新天地 李锐宣布白蓝的上任 一开始 还有人不太服气 觉得白蓝太年轻了 等李锐有意无意地透露 白蓝就是前阵子阵经整个地产圈的28套房 光提成就拿了几十万后 所有人都服气了 这个行业 年轻也好 年老也罢 有资历也好 没资历也罢 统统不重要 能卖出房子 拿到提成最重要 大家都盼着 在白蓝的领导下 能够尽快卖出第一套房 第0065章 广告联动 趁着白蓝给所有人传授经验的时候 李锐忙里偷闲坐下来 掏出手机查看消息 手机QQ收到了一条消息 白月光 对不起啊 我最近忙着打工 还没抽出空来 好不容易等到余娜上线 李锐立刻回复 猎人 余娜同学 我肯定不会让你白跑一趟 你把PayPal账号给我 我给你打费用 万里之外的美国 余娜身后的室友笑道 发给他 看他发不发 他如果发了 就是真的想请你帮忙 如果不发 就是别有企图 不太好吧 余娜犹豫着 室友却抢过笔记本电脑 噼里啪啦的余娜的PayPal账号发了过去 嘴里还道 这种男人我见多了 必须给他点颜色瞧瞧 余娜想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叹口气道 其实他高中时候还挺随和的 怎么几年不见这么多心思呢 社会就是个大染缸 人都是会变的 室友撇嘴 好半天 李锐都没再有动静 室友笑道 怎么样 没声音了吧 他刚刚就是在装相 以为你会跟他客气一下 没想到 你真把账号发过去了 这下骑虎难下了吧 我估计他以后再也没脸跟你聊天了 余娜也摇摇头 心里隐隐有点失落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叮咚一声 收到了一条提示 余娜拿起手机瞄了一眼 顿时惊呆了 小 小雅 余娜大声叫道 室友一边喝着酸奶一边道 怎么了 李锐给我打了一万美元 噗 室友嘴里的一口酸奶 全喷了出来 真的 等他冲到余娜身边 看到余娜的PayTail账号 确实多了一笔 刚刚入账的一万美元后 完全傻掉了 这时 余娜的企鹅号收到了消息 猎人 刚给你转了一笔钱 收到了没有 余娜和小雅面面相去 真的是她打来的 小雅惊道 娜娜 你不是说 这个同学是普通家庭 工资只有几千块吗 那她怎么会给你 发这么大一笔钱 余娜也不敢置信的道 我也不知道 难道她真的需要帮忙 企鹅号又响了 猎人 还没收到吗 美帝这转账速度 也太慢了 余娜慌张的道 我该跟她说什么 小雅眼注意转道 这可是个有钱人 不能错过 你要是不会说的话 我来帮你 说着拽过笔记本 非也是的敲打起键盘 白月光 收到了 怎么这么多 我给你退回去吧 猎人 这笔钱是请你帮忙的补偿和感谢 如果方便的话 请你尽快帮我联系 Instagram的人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他们谈 白月光 好的 明天我不上课也不打工 一定帮你找到他们 猎人 太感谢了 白月光 对了 咱们老同学好久不见 还不知道你情况怎么样呢 你最近在做什么呀 猎人 我还是老样子 在广告公司上班 小雅和余娜对望也 小雅疑惑的道 难道她是 在给公司做事 花的是公司的钱 难怪给的这么大方 余娜赶紧把笔记本夺回来 别乱问 我自己来 她的双手落在键盘上 却又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 忽然 屏幕上又蹦出一条消息 猎人 我这边有点事 先下了 找到Instagram之后 请给我留言 谢谢 说完 猎人的头像就熄灭了 余娜呆了呆 终于确定 李锐没有吸引自己注意的意思 而是真的需要帮助 这时小雅把笔记本电脑拿走 打开浏览器 搜索起Instagram的信息 你干嘛 余娜问 小雅到 找Instagram的地址啊 明天我陪你去 你陪我 是啊 这么好玩的事情 怎么能少了我 你是不是看上李锐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 我和你同居两年 你有什么心思 还能瞒得过我 我可警告你哦 不准撩他 怎么 你自己不撩还 不准我撩 你这叫站着毛坑不拉屎 是浪费社会资源的卑鄙行为 猪小雅 我跟你拼了 谁怕谁 来啊 李锐把万里之外 美国的事情 暂时放在一旁 飞驰回茂园广告 审核李军等人 加急做出来的广告文案 粗略看了一遍 只能说是普通 李锐只能认为 吹牛也是一种技能 就算身为广告人 也有不擅长吹牛的 比如超大绿地 一览无鱼 山水有剑 我心无将这种文案 听起来就很土啊 这不是吹牛 这是养牛 再比如失忆栖息 回归自然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的确按照他的要求 强调了自然环境 可后面那两句股诗 是认真的吗 最让李锐无语的是 居然还有好几篇小作文 洋洋洒洒 不厌其烦地介绍 小区的环境 还跟地球变暖的趋势 联系到一起 买房人真有闲情意志 去看这种东西吗 不会把我们广告公司 当成神经病吗 李锐 行不行啊 李军居然还舔着脸问 李锐叹口气道 我如果说不行呢 李锐满脸仗红 我们真的尽力了 我知道 你们尽力了 但你们的思维 还停留在以前 太不与世俱进了 李锐摇头 算了 我亲自来吧 他脑海中浮现出了 前世看过的一个个经典案例 忽然蹦出个绝佳的主意来 快 联络亲亲爱 问他们愿不愿意 跟远航新天地来个联动 李锐道 李锐等人都傻了 TT厂家和地产公司联动 这怎么连啊 买TT送房 还是买房送TT都不合适吧 不过李锐既然如此要求了 他们也只能赶紧去执行 而李锐 已经在份笔记书了 也就半小时 他就写完了文案 递给李锐道 李总监 看看怎么样 李锐接过来一看 嘴巴张得大大的 完全傻掉了 其他人也赶紧凑过来 看完之后 恨不得顶礼摩拜 广告联动 居然还能做到这种程度 这也太风骚了吧 第0066章 影视投资 叶冰林回到公司时 已经快下班了 发现公司里还是灯火通明 很多人都在服案急书 最近公司风气还不错 叶冰林暗响 自从某人不来上班之后 之前公司里出现的 被揽苗头一扫而空 果然没有了老鼠屎 整锅汤都变好了呢 就在叶冰林心情微爽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身影冒了出来 李锐 叶冰林吓了一跳 这家伙怎么神出鬼没的 董事长 这么晚还回公司啊 李锐叼着根牙签 悠哉悠哉的问道 叶冰林皱眉 你今天都干嘛去了 干了好多事 李锐掰着手指头道 谈合同谈得口干舌燥 做策划做得脑汁熬干 想文案想得焦头烂额 从早晨一直忙活到现在 真的是鞠躬尽瘁 担惊虑 筋疲力尽 停停停 你跟我开成语大会呢 叶冰林赶紧让他闭嘴 我不是让你去跑合同吗 你怎么又回来做策划和文案了 那些事让李军他们做就行了 李锐苦笑道 就李军他们做出来的策划和文案能用吗 我要是拿去给甲方看 甲方不得把我一脚踹出门啊 叶冰林眉头微醋 他也知道李锐说的是事实 茂园广告这种中小公司 吸引不到行业内真正的顶级人才 只能用用李军之类的庸裁 做出来的策划和文案不能说垃圾 也确实没什么出彩的地方 不然的话 叶冰林也不会被李锐前几天写出来的 TT文案给震撼到 他实在是太久 没在公司内部看到这么精彩的创意了 那怎么办 你能倒定吗 叶冰林有些担忧 李锐叹口气道 心中瞬间构思了几个想法 实在不行只能去大公司借人了 虽然价格肯定很高 但为了不丢掉手里的大单 也只有这个办法 可用了 他正寻思着 李锐继续道 我也只能亲自上阵 做出了一份策划 顺便促成了亲亲爱和远航新天地的联动 替咱们公司多争取了40万的宣发费用 你说什么 叶冰林以为听错了 李锐就拿出了一份策划案道 请董事长过目 叶冰林翻看起来 几分钟之后 他的脸红透了 还有这种方案 叶冰林越发确定 李锐骨子里就是个流氓 不然他的策划怎么都那么风骚 文案都那么露骨 专门奔着下三路去呢 可他又十分的佩服李锐 这脑子是怎么长的 居然能把TT厂家和地产楼盘连动到一起 这能行吗 到底是月老千红线还是乱点鸳鸯谱 叶冰林也无法判断 但他相信这个方案推出去 一定能在市场上引发巨大的轰动 你真是 鱼不惊人死不休 叶冰林只能这样评价 李锐笑了笑道 我就当董事长是在夸我 叶冰林心说 你脸皮那么厚 就算我骂你 你也会当成是夸奖的 李锐又道 董事长要不要再指导一下 不必了 叶冰林赶紧拒绝 李锐怂怂肩膀 那我继续工作去了 等等 叶冰林换道 我待会有个饭局 你陪我一起吧 可我手头还有点活 放到明天再做吧 我又看上了一个投资项目 你帮我把把关 叶冰林鼓足勇气 才说出这句话 这意味着 他彻底认可了李锐 在某些方面的厉害之处 李锐无语了 怎么你命中缺坑吗 跳起来没完没了 唐氏介绍的 我怎么也得去看看 叶冰林也看到李锐 脸色不好看 赶紧解释道 解释完之后 他自己也觉得奇怪 我干嘛要解释 我干嘛像是做错了事情 我是董事长 他只是我的员工而已 我有必要跟他解释吗 但叶冰林也只是想想而已 实际上很心虚 生怕李锐拒绝 走吧 让叶冰林松了口气的事 李锐点头答应了 一路无话 来到利斯卡尔顿酒店 一进大厅 唐氏就迎了过来 冰林 你怎么猜了啊 咦 你把李锐带来干嘛 唐氏压道 叶冰林道 这么大的事情 我想让李锐 把我把把关 唐氏想了想道 好吧 不过待会儿 李锐你多观察少说话 有什么话等 聚餐结束再说 千万别得罪了人 好 李锐硬道 三人往包房里走 唐氏低声道 今晚见的都是剧组的人 制片导演编剧 还有几个演员 一起宴请几位 有异象的投资人 有个叫边哥的 听说从92年就开始炒股 有十几亿身家呢 叶冰林经道 炒股赚了十几亿 好厉害啊 说完他才意识到 身边有个人 最近炒股炒期货 也赚了不少 似乎更厉害 唐氏又道 剧组一共还有2000万的缺口 主要还是希望边哥能投 待会儿你进去之后 找机会跟边哥搭搭话 看能不能搭上他这波 跟着投一点 叶冰林道 你们这部剧 真的能火吗 唐氏称道 当然了 有我这个大美女当主演 怎么可能不火 李锐听在耳中 也有了几分兴趣 如果是唐氏主演的这部 步步为营 拉投资的话 倒是可以投一点 没记错的话 步步为营 播出期间收视达到1 72% 是同时间段 卫视频道电视剧的收视冠军 当年网络播放量超过3亿 后续几年 相继在十几家卫视和40多家地方电视台轮番播出 还在各大电视节上获奖无数 投资人赚得盆满钵满 最重要的是 这部剧一下子捧红了好几个明星 唐氏 一跃成为四小花旦之一 吴隆 本来已经过气 因为这部剧重新翻红 郑映 袁洪 零星三个小生 也从这部剧开始挑起大梁 成为未来十年演艺圈男星的中流砥柱 说话间 三人来到包房门口 门一开 里面传出个大嗓门的声音 一两千万的投资 对我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只要让唐氏陪我喝三杯酒 两千万我投了 气氛一时间 很有些尴尬 第0067章 杯酒换钱 哈哈 唐氏你回来的正好 编歌刚提起你 制片人蔡淳赶紧插开话题 避免让气氛尴尬下去 唐氏也是见过各种场面的人 当然不会把这种口嗨放在心上 微笑着道 蔡姐 舞蹈 各位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朋友 贸原广告董事长叶冰凌 她也有兴趣投资咱们这部戏 说着 唐氏让开门口 众人看到叶冰凌 不由的眼前都是一亮 蔡淳起身笑道 这位就是叶小姐啊 我听唐氏提过你很多次 没想到这么漂亮 比我们公司很多女演员 都漂亮多了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叶冰凌的确担得起蔡淳这番夸奖 她无论容貌还是身材 都比大部分女演员强太多了 尤其是身上自带那种清冷的气质 比神仙姐姐刘飞都要更胜一筹 刚刚还大放厥词的边哥 更是张大嘴巴 口水萦绕在嘴边 似乎下一秒就会流淌下来 唐氏领着叶冰凌和李锐入座 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叶冰凌身上 至于李锐是谁 根本没有人在乎 边哥忽然抹掉嘴角的口水 掏出一张金灿灿的名片道 叶小姐你好 比人憋远人 这是我的名片 叶冰凌接过名片 感觉沉甸甸的 亚道 这是赌金的 边哥得意洋洋的道 一张成本就要五百多元 不是特别重要的朋友 我是不会给他 满座无语 因为他们都没收到边哥的名片 叶冰凌在看名片上 密密麻麻几十个会长 顾问名誉主席的头衔 就像是看到一个手腕上戴满手表 到处炫耀的爆发户 原来是边总 幸会幸会 叶冰凌道 边远人伸出手来 想要趁机开油 叶冰凌只当没看到 实实然坐下 他也只好信心缩了回去 众人落座 蔡纯道 叶小姐想要投资我们这部戏 叶冰凌道 我听唐诗说 这部戏的编导演 都在水准之上 还没开拍 已经被芒果台预定 很有投资前景 我最近正好想要开拓一下业务 所以有这方面的意向 蔡纯一喜 我们的确有一些资金缺口 如果叶小姐能够鼎力相助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边远人忽然道 蔡制片 刚刚我不是说了吗 投资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说完他傲然对叶冰凌道 叶小姐 你大概还不知道 我刚成立了个影视公司 准备三年内 投资一百部电视剧 进军奥斯卡 满座禁忌 没有人敢提醒边远人 奥斯卡是电影奖项 叶冰凌微微醋眉 淡淡的道 编总好大的手笔啊 没有得到应有的热烈反应 边远人以为火候还不够 继续胡吹大气起来 不就是区区两千万吗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涨停的事 电视剧这种东西 来钱太慢了 要说赚钱快 还得是炒股 你们如果手里有闲钱 可以投到我的公司来 我帮你们投资 不出一年就能翻倍 他夸夸其谈 众人也只能点头附和 唯有李锐懒得听 拿起筷子开始猛吃 边远人说了半天 忽然发现 其他人都在听 只有李锐在吃 顿时不爽了 叶小姐 这是谁啊 你的员工吗 他是 我的朋友 叶冰凌迟疑了一下道 唐氏也道 忘记给大家介绍了 这是李锐 边远人呵呵一笑 你们这位朋友 似乎没见过什么市面啊 参加这么高端的局 只顾着埋头吃 边总 说话不要太过分 叶冰凌眉毛一条 自家的员工 自己怎么批评都行 却不能被外人羞辱 见叶冰凌如此维护 边远人反而来了精神 叶小姐 不是我多嘴 出来谈事情 一定不要带这种 上不得台面的人 太影响你的身份了 叶冰凌冷冷道 带什么人是我的事情 不需要边总操心 边远人脸色一沉 菜纯见识不妙 赶紧道 边总 咱们继续聊投资的事情吧 这两千万的投资 什么时候能到账 边远人干咳一声道 我的资金都放在股票市场上 等下个星期 我出手一部分股票 就可以给你投钱了 菜纯满脸堆笑 太感谢边总了 来 我敬名一杯 其他人也都端起酒杯 边远人却道 等等 我投钱是有条件的 唐诗 你是这部戏女主角 上映之后 肯定会大红大紫的 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唐诗挤出勉强的笑容道 我当然是心里感谢了 我会永远记得边总 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只是心里感谢 那太虚了 我要实际点的感谢 这样吧 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吧 喝一杯 我就投一千万 喝两杯 我就投两千万 尚不封顶 怎么样 恶心 所有人心里 同时浮现出这样的念头 叶冰林脸色一沉道 边总 不要以为有几个钱 就可以羞辱人 唐诗不会答应这种条件的 不答应 边远人冷笑 不答应的话 那就一分钱投资都没有 你不投资 我来 叶冰林道 菜支片 我愿意无条件投资五百万 菜纯露出难色 五百万 不够啊 哈哈 边远人文言大笑起来 叶小姐 你摆出这么大的架子 原来只拿得出五百万 叶冰林也有点尴尬 她确实只有五百万 再多的话 就会影响到贸原广告的运营 本来还觉得 这笔钱挺多的 没想到被看扁了 边远人笑过 站起身道 菜支片 唐诗 我只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考虑 是赔我两杯酒换两千万 还是拿叶小姐的五百万 你们自己选择吧 菜纯求助的看向唐诗 唐诗也在犹豫 剧组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 只差两千万就能启动 边远人是最有诚意的投资人了 如果错过他 天知道还要再等多久 我是为了剧组 唐诗咬咬牙 准备豁出去了 就在这时 李锐放下筷子淡淡的道 不就两千万吗 我投了 第0068章 突发公告 所有的目光聚集在李锐脸上 片刻之后 有人爆笑 有人窃笑 有人苦笑 窃笑的是剧组的几个演员 一边笑一边摇头 觉得这年轻人 真的是大言不惭 苦笑的是蔡淳 越发觉得 事情失去了控制 今天这个局 恐怕是要打水漂了 爆笑的则是边远人 他捂着肚子大笑不止 哈哈哈哈 就你这个没见过市面的土鞭样 能拿得出两千万 我就把桌上的盘子全都吃了 李锐根本没理他 直接道 等明天我卖出几只股票 两千万随时就能到账 这是边远人刚说过的话 李锐借用过来 叶冰林和唐诗一听 眼睛都亮了 他们看过李锐的股票账户 知道那里面有很多钱 用来投资的话 绰绰有余 边远人却笑得更狂妄了 学我 小子 你会炒股吗 我炒股赚大钱的时候 你还在穿开当裤呢 唐诗忍不住道 谁说李锐不会炒股 他赚了很多呢 很多 有多少啊 够今天这顿饭钱吗 边远人不谢 唐诗道 李锐赚的钱能吓死你 他前几天还对我介绍了一只股票 叫什么来着 飞翔集成 叶冰林提醒道 对 就是飞翔集成 唐诗愤愤不平的道 李锐说 这只股票能涨 我就偷偷买了一百首 这姑娘买了 李锐倒是惊讶了 他当时只是随口一说 没指望叶冰林和唐诗会听进去 没想到 唐诗真的买了一百首 可惜买的太少了点 说明唐诗的信心 还是不够足啊 飞翔集成 边远人就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笑得合不拢嘴 幸亏你买的少 不然裤子都得亏掉 什么 唐诗吓了一跳 边远人侃侃而谈道 飞翔集成是著名的垃圾股 最近三年亏了两年 主要产业已经快死透了 债务大的惊人 最大的客户也要转型 这种时候敢买飞翔集成 你真是不怕死啊 唐诗惊道 不会吧 边远人掏出手机 打开炒股软件 找出飞翔集成 看看这K线 连续拉了好几个大阴线 只有完全不懂股票的人 才敢入手这种破玩意儿 唐诗脸都白了 那我投的几万块钱 岂不是要亏了 哈哈 边远人狂笑不已 明早开盘赶紧抛掉吧 小魁百分之十 都算你运气好 抛完了的话 我怕你被套牢 不要抛 叶冰林忽然道 唐诗 我相信李锐 我买了一千手 我不会抛 唐诗压道 你不是说李锐是瞎玩的吗 原来你也买了 李锐更惊讶 看不出来啊 叶冰林这种冰山女神 也搞表面上 云淡风清暗地里 偷偷建仓的一套 而且买了一千手 嗯 董事长你 终于做对了一次投资选择 边远人简直不敢相信 你们不信我这个股市老手 相信这种嘴上 眉毛的小子 我看你们是疯了 行 我就看他什么时候 能赚出两千万 蔡淳赶紧道 边总 消消气 消消气 这样吧 我陪你喝几杯 一定喝到你满意为止 好不好 边远人翻了个白眼 蔡制片 你虽然也挺好看 可你都四十多岁了吧 我喜欢唐诗和叶小姐 这样年轻漂亮的 蔡淳脸都黑了 导演和其他几个演员 也起来劝说 边远人这才缓缓坐下 摆出了盛气凌人的姿态 我可以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不过唐诗必须对我道歉 至于这小子 让他滚蛋 边远人指着李锐道 蔡淳犹豫道 唐诗 你看 唐诗深吸一口气道 如果李锐走的话 我也走 你 你不想演这部戏了 蔡淳惊道 唐诗道 我想演 可我不能为了一部戏 出卖自己的尊严 只是喝杯酒而已 蔡淳都快哭了 这时 李锐淡淡的道 蔡之片 我的两千万 明天就会到账 蔡淳苦笑 李先生 你别开玩笑了 我从来不开这种玩笑 李锐道 对了 你们现在可以看看股市公告 一定会很惊讶的 股市公告 众人疑惑的打开手机 登陆国内股市网站 果然看到了 几条新发的公告 其中一条 十分引人瞩目 飞翔集成公布重组方案 飞翔集成重组了 众人吃了一惊 赶紧点进去看 公告中表明 飞翔集成你通过定向增发 收购实际控制人 华航工业旗下的多项资产 总计36亿元的航空机电业务 将被纳入囊中 本次重组 若能顺利完成 将大大提升公司业绩 及盈利能力 他们都惊呆了 只要稍微了解一点股市的人都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超级重大的利好消息 明天开盘之后 飞翔集成百分百暴涨 而且很有可能直接拉涨停 真的假的 堂尸捂住嘴巴 那岂不是说 我能赚很多钱 叶冰凌也惊呆了 他前几天买了飞翔集成的股票之后 还有点后悔 觉得自己太不坚定了 怎么能相信李锐这种不靠谱的家伙呢 刚刚听边缘人那样 点滴飞翔集成 他的信心也动摇了 纯粹只是为了撑面子 才会选择支持李锐 可才一转眼的功夫 飞翔集成就爆出了如此重大的利好 让他目瞪口呆 他的一千手 股票价值一百多万 明天只要一个涨停板 就有十万收益 这都要感谢李锐啊 包房里忽然想起边缘人的咒骂 怎么可能飞翔集成 怎么可能突然重组 这是假新闻吧 众人暗笑 官方网站怎么可能有假新闻 边缘人气急败坏 不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就不信你一只股票能赚两千万 李锐却忽然道 菜质片 美元可以吗 我刚卖出一只美股 赚了几百万美元 如果可以的话 我给你赚三百五十万美元 五分钟之后 剧组账户里多出了三百五十万美元 看着那一串铃 剧组的人都傻掉了 边缘人也傻了 原来这小子不是土鞭 是个开过洋魂的牛人啊 第0069章 楼盘代言 边缘人溜了 他被当众打脸 哪还有脸留下来 李锐成了忠心 蔡淳感慨不已的道 李先生 刚刚真的对不起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把你当成叶小姐的员工了 李锐笑了笑道 其实你们没看错 我的确是叶总的员工 目前在茂园广告担任策划师 啊 众人都带住了 茂园广告这实力深不可测啊 随便一个策划师 都能拿出两千万投资电视剧 不过 董事长刚刚不是说 只能拿出五百万吗 这公司有点奇怪啊 董事长比员工还穷 不对 应该是员工比董事长更有钱 叶冰领脸一红 强忍着踹李锐一脚的冲动 淡淡的道 李锐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员工 比我这个董事长厉害多了 众人恍然 连忙到 强将手下吴若宾 接下来的饭局 公酬交错 很是热闹 李锐顺便和蔡制片吴导演 深入交流了一番 他不仅仅只是投资 步步为营这一部电视剧而已 而是要以此为契机 结交影视圈人脉 李锐手里可还握着张海星的 一大票小说版权呢 而且还有一个建造国内版 环球影城的梦想 这都需要影视圈的帮助 酒足饭饱 兵主敬欢 各自散去 送走了蔡制片等人 李锐回头看到 叶冰凌和唐诗 正在一起窃窃私语 不禁眯起眼睛 叶峰吹拂起他们的头发 真美 叶冰凌如角月一般的清冷 唐诗则是盛放在夜色里的 秀丽兰花草 令他不由感恩造物主的慷慨大方 给人间送来如此美好的存在 今天多亏你了 唐诗走过来道 如果不是你 不知道信编的 还会怎么羞辱人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李锐笑了笑 如果你想感谢我的话 我倒是有个想法 你想干嘛 叶冰凌警惕的把唐诗户在身后 我警告你 不要以为有几个钱就能潜规则 李锐无语 董事长 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种人吗 叶冰凌也觉得自己有点过于敏感了 信心的摇摇头 唐诗道 好了好了 冰凌你不用担心 李锐 你要我怎么感谢你 李锐道 我们公司最近代理了一个楼盘的宣传 你有没有兴趣做个代言 代言楼盘 唐诗惊讶 李锐道 远航旗下的小区 建造设计都不错 内部环境有江南水乡的感觉 和你的气质比较类似 你愿不愿意赚这个外款 当然了 我最近正缺钱呢 唐诗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 其实他就算再缺钱 也未必需要接楼盘代言 会让人觉得他的档次不够高 但为了感谢李锐 唐诗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反正他现在也不是很红 但唐诗不知道的是 再顾半年他就会后悔了 后悔当初 没跟李锐多 要些代言费 轻轻松松敲定了半年之后 就会大红大紫的唐诗 李锐心情大为惬意 半年后 当地铁新规划出台 买房人蜂拥来到售楼处 发现代言人 是当红女明星唐诗时 那些惊讶的表情 一定很有趣 嗯 要不要忽悠唐诗 在远航新天地 也买套房呢 干脆用房子抵代延费吧 反正以后会暴涨的 我也不算坑他 李锐暗想 先把叶冰林和唐诗送回家 李锐这才悠哉悠哉的回到家 一进门 有点杂乱的房间 竟然变得无比干净整洁 入门玄关处的鞋架上 本来李锐的鞋子 堆得乱七八糟 现在一双双摆放得整整齐齐 旁边的小餐桌 也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桌上还多出了一堂花 再往里面走 客厅也是一尘不染 平时李锐丢在沙发上的衣服都不见了 全都挂在一个崭新的衣架上 这是 李锐站在客厅中间 还以为走错门了 厨房的门打开 陈青莲探出头道 你怎么才回来 吃晚饭了吗 这一瞬间 李锐有些恍惚 似乎回到了前世 加班归来 那个女人从厨房探出头来问她 吃过晚饭了吗 要不要煮个夜宵 算算时间 她还没来海州呢 李锐你在想什么 陈青莲的声音 把李锐从回忆中唤醒 这是你收拾的 李锐挤出笑容问道 陈青莲道 是啊 我今天下班早就打扫了一下 你不会介意吧 李锐笑道 谁会介意自己家变干净啊 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辛苦你了 这有什么辛苦的 我在家也是天天收拾 陈青莲话说到一半 忽然想起了什么 情绪瞬间就低落下去 李锐赶紧插开话题道 我吃过晚饭了 不过还能再吃点 我下面给你吃吧 陈青莲迈开一双修长美腿 去了厨房 李锐回到房间准备换衣服 赫然发现 卧室也被收拾了 之前乱丢的那衣裤也不见了 溜出卧室一看 李锐才发现 那衣裤都挂在衣架上亮着呢 这李锐觉得陈青莲真的是太贤惠了 换好衣服 陈青莲的面也煮好了 只是普普通通的青菜面 还加了个荷包蛋 却吃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好吃吗 陈青莲问 嗯 李锐头也不抬 眼前却有些湿润了 想妈妈了 想前是那个她了 人生重来 万千不同 但有些感情 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吃过面 李锐坚持去洗了碗 这才做到电脑前 查看起当天的收益 国内股票 收益七十万 莲花期货 收益一千四百万 美股 盘中收益四十万美元 简直是非一样的赚钱速度 李锐还是觉得不够快 这样下去 半年可攒不够三十亿美元 还得广发网啊 刘恒那边还没消息 新天地回款 至少需要半年后 李锐按想 我现在需要快钱 李锐手指一点 点开了个网站 上面密密麻麻 都是体育比赛的比分 没有比这个赚钱更快的方法 但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别瞻为好 第0070章 急需投资 美国 旧金山第二阶和第三阶之间 有一栋被称为南方公园的大楼 164号办公室内 满地丢着可乐瓶 咖啡罐和卫生纸 窗帘紧紧拉着 只有电脑屏幕 发出忽明忽暗的光 凯文 凯文 服务器又爆了 迈克 克里格抱着脑袋 沮丧地大叫道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 能换个大容量服务器 这已经是今天第三次当机了 这样下去 我们的用户都要跑光了 克里格是从斯坦福大学 毕业的研究生 目前担任 Instagram的产品体验设计师 兼工程师 是Instagram两个联合创始人之一 他扶着金丝眼镜 看向墙上挂着的镜子 里面的小胖子满脸憔悴 头发乱糟糟的堪比鸟巢 双眼中布满了血丝 已经36个小时 没睡了 他感觉自己随时都会猝死 合作伙伴凯文 斯特罗姆也好不到哪里去 身为Instagram的另一个创始人 他放弃了谷歌待遇优厚的工作 创建了Instagram 本以为会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却没想到会累成狗 好在他昨天还睡了几个小时 此时艰难的从睡袋里爬出来 满脸苦涩道 我也没办法了 我们已经扩容三次了 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如果用户再这么暴涨下去 就算把我全身器官都卖掉 也不够用的 那就去找钱 克里格抱怨道 你的工作不就是找钱吗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找了个家伙来代替我 他叫乔什 李德尔 今天应该来报到的 斯特罗姆胡乱用凉水洗了八脸 挪到电脑前 下一秒钟 他忘记了烦恼 高举双臂 大声欢呼起来 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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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二十万用户了 迈克 我们上线几天来着 四天还是五天 还是六天 这么快就有了二十万用户 我们要成功了 克里格瞪了他一眼 闭嘴 如果我们不能赶紧解决服务器的问题 这二十万用户 会在一天内跑光 看到没有 我刚重启了服务器 负载就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了 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斯特罗姆嘟囔道 除非我们能找到投资 希望乔什能对得起他吹的牛 能拉来一大笔钱 我们为什么不找杰克头子 克里格疑惑地问道 他口中的杰克 正是目前大火的 Twitter的创始人 Twitter就是V博的模仿对象 最早创立于2006年 发展到此时 已经拥有一亿五千万用户 风投正盛 堪称脸书在社交市场上的唯一对手 斯特罗姆之前在谷歌任职的时候 认识了不少业内人士 其中就包括杰克 多西 在Instagram发布之前 杰克 多西还成为了第一批帮忙推广的种子用户 杰克 多西对Instagram表现出了很浓厚的兴趣 也提出了投资意向 但斯特罗姆不太情愿 他对大公司天然有种抗拒感 总觉得接受了投资后 会变得没有自主性 但现在的问题是 没有钱就无法扩容服务器 而不扩容服务器 就没办法容纳更多的用户 那么Instagram就永远无法发展壮大 自由还是生存 这是个问题 我会考虑的 等乔什来了 我再让他问问 罗尼和克里斯有没有兴趣 需要钱 斯特罗姆叹口气道 就在两人的情绪有些低落的时候 门铃响了 一定是乔什 斯特罗姆一跃而起 冲到门口 几秒钟之后 门口传来哇哦的惊叫 克里格起身走过去 看清楚莱克后 也吃了一惊 来的并非穿着格子衫 留着乱发的典型硅谷工程师 而是两个有着华裔面孔的女孩 两位美女 你们有什么事吗 斯特罗姆奇怪地问道 莱克正是余娜和祝小雅 他们撬了在斯坦福的课程 专门跨越了大半个湾区 跑到这里 请问这里是Instagram公司吗 祝小雅的性格更开朗活泼一点 大声地问道 没错 你们找谁 我们是来自华国的留学生 我叫YA 他叫NA 目前正在斯坦福大学读书 我们受一个朋友的委托 希望和贵公司谈一些事情 祝小雅道 华国人也知道我们公司 斯特罗姆只觉得不可思议 对他来说 华国是个只存在于概念中的遥远国度 他很难想象 在那么远的地方会有人知道 他这个刚刚成立了才没几天的小公司 当然 我们也是热衷于互联网的国家 余娜也开口了 我的朋友在你们的APP上线 第一天就向我推荐了 你的朋友 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 斯特罗姆点头 这时克里格道 凯文 让两位美丽的女士在门口说话 是不礼貌的行为 难道就不能请他们进来吗 嗯 两位要不要进来喝呗 可乐 余娜和祝小雅交换一个眼色 觉得眼前这两个形容憔悴 似乎好几个星期都没睡过觉的人不像坏蛋 便鼓起勇气走进了办公室 说是个办公室 其实跟垃圾场差不多 里面只摆了一张大长条桌 上面堆放着电脑 和各种摄影器材 最显眼的是 正对门口的一块白板 上面画满了各种符号 看起来像是做了很多次的头脑风暴 请坐 斯特罗姆说完才意识到 办公室里只有两把椅子 而且 上面沾满了他和克里格的汉字 实在不适合给女孩们做 不用客气了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 余娜赶紧道 我们这次来 主要是替朋友索要你们的联络方式 他想要投资你们的公司 什么 斯特罗姆和克里格都吃了一惊 来自于华国的投资 他们做梦都没想过 会听到这种消息 华国人很有钱吗 斯特罗姆犹豫了一下道 能详细说说吗 第0071章 我只投钱 我去睡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别熬夜了 对身体不好 陈清莲端着水杯 走到卧室门口 发现李锐还坐在电脑前 看股票走势 就提醒了一声 李锐回头笑道 嗯 你先睡吧 谢谢你主的面 陈清莲玩耳一笑 回到房间 关上门之后 他犹豫了一下 没有反锁房门 他相信李锐不是那种人 躺在床上 陈清莲听到门外 传来键盘和说话声 华语和梅语夹杂 陈清莲还是第一次听李锐说梅语 觉得很新奇 似乎还有年轻女孩的声音 说着很流利的梅语 他很好奇 李锐在跟谁聊天 是什么人呢 这么晚了还在聊 一定是很在乎的人吧 难道是李锐在外国的女朋友 陈清莲睡不着了 脑海里回荡着 和李锐认识以来的一幕又一幕 辗转反侧 也不知过了多久 就在陈清莲迷命呼呼 要陷入梦乡的时候 吱嘎一声门被推开了 陈清莲顿时惊醒过来 却没有起身 他侧我身子 背朝房门 紧张的流汗 是李锐 他想干嘛 难道他 陈清莲的心怦怦狂跳 不知该怎么做 是起来质问 不要不要反抗 就在他心里 做着激烈思想斗争的时候 李锐的声音响起 清莲姐 清莲姐 你睡了吗 陈清莲心里一松 揉了揉眼睛 假装刚醒过来 怎么了 能不能联络下律师朋友 我有件重要的事情 需要马上准备出一份投资合同 现在陈清莲看了下时间 凌晨两点半 现在 李锐斩钉截铁的道 非常重要非常紧急 必须马上办 好 陈清莲知道 李锐不会无地放逝 陈清莲去给律师打电话 李锐回到电脑前 看着满屏幕的聊天记录 心潮澎湃 余娜终于联系他了 还直接让他跟 Instagram的创始人斯特罗姆 和克里格视频聊天 尽管越洋视频有些卡顿 李锐的眉语也没流利到 能够直接和他们对话的程度 但在余娜的帮助下 两边的交流还算顺利 李锐非常直接地表达出了 对Instagram的看好 一通彩虹屁 把两个美国程序员 拍得舒舒服服 满脸笑开花 等双方谈笑风生之后 当然不会 因为李锐说了几句好听的 就接受他的投资 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 Instagram想要发展壮大 必须要寻找投资 这是前提 但投资的数额 占股比例 对公司的控制力 和投资人身份方面 他们都有很高的要求 投资数额不能太低 按照他们两人的计算 至少得有125万美元 才能把服务器 升级到满意的程度 同时开发出一个更好的版本 以及增加社交功能 占股比例方面 目前斯特罗姆占有 Instagram的80%股份 克里格是20% 他们希望能保持在40% 和10%的比例 而且不允许再被稀释 对公司的控制力方面 两人要求绝对自由的控制权 最好的方式就是 投资人只管出钱 一切运营管理发展 都由他们两人负责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 投资人的身份 他们更希望 投资人是硅谷业内人士 这样就可以从其他方面产生帮助 比如杰克 多西 身为Twitter的创始人 绝对能给Instagram 带来巨大的话题效应 再比如 他们想要联系的罗尼 康威 康威的儿子 而罗尼是谷歌和脸书的投资人 还有克里斯 萨卡 同样是传奇的天使投资人 Twitter 就是他的得意之作 李锐做一个华国人 远在万里之外 在硅谷没有半点势力 和三位潜在投资人比起来 处于绝对下风 看出对方的犹豫 李锐直接了当的道 我坦诚的表明一下态度吧 首先 我非常看好Instagram的发展前景 所以 我愿意注入150万美元 换取30%股份 斯特罗姆和克里格都吃了一惊 他们的心理价位是125万美元 和50%股权 但没有太大的信心 无论是杰克 多西 或者罗尼 康威 还有克里斯 萨卡 既是天使也是魔鬼 只会把利益最大化 如果能够付出55%的股份 得到100万美元左右的投资 两人也可以接受 没想到 李锐给出的条件如此丰厚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心理价位 按照这个投资额估算 才刚上线没几天的 Instagram的估值 就已经达到了500万美元 不只是他们吃惊 余娜和祝小雅 也吓了一跳 祝小雅敲声道 余娜 你同学也太有钱了吧 余娜茫然的摇头 我不知道啊 我都好几年没见过她了 她有没有女朋友啊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可要上了 祝小雅兴致勃勃 余娜捏了她一把 别胡来啊 怎么 你打算留着自己用 总得给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吧 这种钻石王老五 可不好遇到啊 祝小雅 你又胡说八道 两个女孩低声而语的时候 斯特罗姆和克里格 也交换了意见 对李锐的提议非常心动 但他们还是有些担心 如果我们接受你的投资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介入公司的运作呢 克里格试探地问 李锐笑了 我的介入方式 只有一种 投钱 除此之外 我这个对编程和运营一窍不通的人 不会对你们所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 发表任何一点意见 我只想做个甩手掌柜 怕他们听不懂甩手掌柜的意思 李锐又请余娜帮着翻译了一下 斯特罗姆露出开心的表情 他最看重的是公司的控制权 在他看来 他和克里格也需要大展拳脚的空间 就算是再厉害的投资人 如果想要对Instagram指手画脚的话 斯特罗姆也绝对不会接受 能让我们考虑一下吗 斯特罗姆问道 李锐点头 请便 他们去讨论的时候 李锐跑去陈青莲的房间 发生了前文的一幕 等待的时间是紧张而激动的 过了足足一个小时 海州的天空已经蒙蒙亮了 斯特罗姆和克里格才重新回到屏幕前 李锐知道 决定命运的一刻到来了 是从此开始进入硅谷 征服弯曲 占领美国 横扫互联网 还是碰个钉子 后机勃发 第0072章 达成协议 视频画面里出现了斯特罗姆和克里格的身影 斯特罗姆沉吟了片刻道 李锐先生 经过我和克里格的争论和交谈 我们初步同意你的投资 画面下方 对方看不到的地方 李锐握紧了拳头 表面却不动声色的道 非常感谢你们的决定 我会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投资人 和你们共同努力 让Instagram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 等一下我想我们还有一些细节要确定 斯特罗姆赶紧到 他毕竟是在谷歌工作过的人 对各种风险投资有相当深入的理解 接下来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主要是确定双方的股权和权责 李锐一一接受 但有个条件 他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他要求了投资优先认购权 无论Instagram日后还要进行多少次融资 李锐都想有优先认购权部 或者部分新增注册资本的权利 这能保证他在Instagram的股份和控制权 永远不会被稀释 退一万步讲 如果李锐进军硅谷的计划失败了 两年后他也能在Instagram出售的时候 获得几百倍的投资回报 大体达成了一致意见后 李锐又请余娜配合斯特罗姆 在硅谷附近寻找专业律师和财务人员 制作规范的投资合同 这个流程还需要一点时间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在合同签署之前 我先注入30万美元 请你们尽快扩容服务器 因为我昨天三次试图登陆 Instagram都显示服务器繁忙 李锐道 克里格脸一红 我们实在太缺钱了 但是有了你这笔钱 我敢保证三天 不 两天之内 服务器的问题再也不会存在 那就太好了 李锐笑道 对了 接下来我做一个忠实用户 而不是投资人 想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 请说 能不能尽快推出安卓版本 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使用安卓手机 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巨大市场 李锐道 克里格道 之前我们的人手不足 你也知道我们没有前招 更多的工程师 现在我们有钱了 肯定要找个精通安卓系统的家伙 很好 李锐继续道 另外 我觉得Instagram 一个令人赞叹的地方 就是社区 是否能利用已经成熟的 Twitter 脸书 Flickr的相对成熟的用户关系 开放转发分享的功能呢 如果能导入更多的相关好友 来烘托社区氛围 就可以用最短的速度 在人群中扩散 省掉庞大的推广费用 斯特罗姆亚道 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麦克 下一个版本 我要看到这些功能 克里格冲到白板前 把李锐刚刚提出的意见写下来 也激动的道 我脑袋里已经有想法了 哇哈哈 我看到100万用户 在向我们招手了 斯特罗姆很认真的道 李 你真的是一个出色的投资人 你给我们提出了 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李锐道 这只是我作为一个 普通用户的看法 是否采用你们自己决定 30万美元 很快就会到账 等投资合同正式签署 另外120万美元 也会立刻到账 我会尽快找个时间 去美国看望你们 希望到那个时候 我们能一起 喝一杯庆功酒 一定 斯特罗姆和克里格 开怀大笑 李锐关掉电脑 揉了揉眼睛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我朋友说 大概今天之内 就可以把法律文件整理出来 然后对接美国那边 最快一个星期 就能走完投资流程 陈青莲走过来 递上一杯热水 李锐喝了一大口水 想了想到 回头帮我问问你朋友 愿不愿意做我的专职法律顾问 不管他现在的工资是多少 我给他双倍 我问问他吧 陈青莲点点头 那我先去睡了 太累了 李锐只觉得头重脚轻 好在还年轻 要是前世40岁的年纪 这么熬夜会死人的 回到房间 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一觉醒来 已经是中午11点了 2010年10月14日 星期四 窗外阴雨绵绵 雨滴打在窗户上 发出噼噼啪啪的轻响 这种天气 最适合在家好眠 走出卧室 餐桌上照例 又有陈青莲留下的早餐 虽然有点凉了 却还是很美味 李锐随手打开电视 正在重播 《非诚勿扰》 光头孟非在侃侃而谈 随便又换了的台 新闻中介绍 今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文学奖方面 壁鲁诗人掠萨拿了奖 村上春树再度陪跑 惹来网友的一片唏嘘 李锐笑了 心到这才哪到哪啊 他还会继续陪跑的 莫言拿到他都拿不到 再换台 体育频道在预测 今年的欧冠形势 李锐想起来 这一年华国的足球 开始飞速起步 恒远房地产赞助的恒远队 即将从华假联赛起步 未来创立了一个足坛王朝 后来的事实证明 金元足球政策 拯救不了华国足球 但起码给球迷们 留下了一段大牌云集的回忆 我重生回来 能不能拯救华国足球 李锐想了想 还是放弃了 上帝都未必能做到的事情 我这个小小的重生者 还是不要掺和了 真想投资体育项目的话 电竞都是一个 比足球更适合的选择 这一年 后来影响深远的 英雄联盟游戏 已经在美国运营一年了 还要再等一年时间 才能进入华国市场 这一年 王校长还没进军电竞 玩游戏 还不是一条年轻人的出路 职业选手的工资低得可怜 这一年 拳头还是小公司 Steam已经基本成型 开始了剁手式优惠 手机游戏刚有崛起的趋势 如果可以抢先押宝 结合Instagram 和李锐预想中的那几个公司 完全可以形成一条 完整的产业链 李锐越想越觉得 这个计划可行 立刻记录到笔记本上 本子上 密密麻麻几十页的财富密码 李锐觉得 只要能够做到上面的一半 自己就可以轻轻松松 成为世界首富了 第0073章 老总登门 于一直下 气氛有些堕揽 李军打电话过来 询问明天 微博宣传活动的细节 李锐却只想偷懒 捏着嗓子说自己病了 让他自己决定 挂了电话 李锐又蒙头睡下 一觉直接睡到傍晚 醒来之后 只觉得神清气爽 浑身舒畅 年轻真好 恢复力惊人 睡醒之后又饿了 李锐看了看冰箱里的存货 决定下楼觅食 同时吐槽 美团和饿了被 崛起得太晚 在2010年的海州 用手机点外卖 还不是太盛行的事情 打电话 或者通过网页预定 才是最常见的方式 饿了被 此时应该已经成立两年了 但发展一直不太顺遂 得等到明年 获得金沙创投的投资之后 才开始了爆发性的增长 至于美团外卖 更是要等到三年后 千团大战尘埃落定 美团一统江湖后 才正式粉末登场 加上个半路折戟的千度外卖 三家基站的惨烈程度 不亚于千团大战初期 要不要投一下恶了呗 李锐认真的思考起来 至于美团 李锐不太想跟王兴共事 那家伙太鸡贼了 穿好衣服正要下楼 电话响起 是叶冰林 李锐随手接通 喂 叶总 你病了 叶冰林很直接的问道 嗯 可嗨嗨 可嗨嗨 李锐赶紧咳嗽几声 是啊 昨天熬夜加班到很晚 有点感冒 地址告诉我 什么地址 你家地址 我熬了汤给你送过去 李锐不可思议 叶冰林还会熬汤 叶总 不用这么客气 马上告诉我地址 不然汤都凉了 真的不必 李锐 别让我问第三次 嘉河小区 C栋17楼 1702 李锐屈服了 20分钟后到 叶冰林挂了电话 李锐立刻脱下衣服 绕着客厅跑起来 得赶紧把身体弄热 找出几包感冒药 拆散到处一丢 又到了杯热水 弄了的热毛巾 伪造了一番生病现场 不多一会儿 门铃响了 李锐捂着毛毯 颤颤巍巍的过去 打开门 门口 叶冰林一手提着湿答答的雨伞 一手拎着个保温盒 黑色小西装淋了雨 几缕绣发粘在额头上 略微凌乱的样子 反而反而比平时那种 超级冷静的模样 更惊艳 叶总 我就是个小感冒 你居然亲自跑一趟 李锐还没说完 叶冰林已经 风风火火地进了门 你以为我是关心你吗 我是怕影响明天的宣发 叶冰林把保温盒 放在餐桌上 冷冷说着的同时 环顾房内 李锐赶紧到 请叶总放心 明天的宣发 我会亲自坐镇 绝对不会出问题 那就好 叶冰林看到餐桌上的感冒药 吃过药了 吃过了 我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李锐到 叶冰林点点头道 把汤喝了吧 是我亲自熬的 李锐拿着保温筒去了厨房 到了碗汤 回到餐厅才发现 叶冰林正站在门口 观察鞋架上的一排女鞋 都是陈青莲的鞋子 有贵妇气质的高跟鞋 也有日常穿搭的平底鞋 还有活力四射的运动鞋 和粉粉嫩嫩的拖鞋 本以为叶冰林 干脆端着碗过去 坐在他对面 小口喝起来 味道出乎意料的还不错 可是怎么有股熟悉的味道 李锐犹豫了一下 问滑稽粥铺的猪肚汤 滑稽粥铺是公司附近的一家店 粥粉面饭的味道都不错 尤其以猪肚汤最为知名 平时李锐会和胖子 去滑稽解决午餐 对这个味道再熟悉不过了 叶冰林愣了一下 你喝出来了 我就知道 李锐瞄了眼叶冰林的手指头 那食指不沾洋春水的样子 怎么可能会熬汤 我骗了你 其实我不会做饭 叶冰林悠悠的道 李锐点点头道 我能猜到 叶冰林有点肝大的道 你家里有苹果吗 我给你削个苹果吧 说着也不等李锐答应 就去打开了冰箱 还真让他找到个苹果 三十秒之后 他按压叫了一声 指尖流下鲜血 李锐捂住脸 真的是中看不中用的女人 平时没看出 她居然这么笨啊 李锐去找来创可贴 来 我给你包上 叶冰林皱着眉头 把手指递过去 两人的距离很近 能够嗅到他身上的淡淡香气 好在有过上次酒店 亲密接触的经历 李锐已经有了自控能力 反而是叶冰林的呼吸 有点急促 脸色微微羞红 藏在袜子的脚趾微微用力 差点把地板扣出个坑来 李锐看了一下伤口 松口气道 还好不太深 不然就得去打破伤风针了 说着 小心翼翼给他包好 包好手指 李锐拿起苹果和水果刀 刷刷刷几下 就把苹果皮削掉 递给他道 诺 吃个苹果补一补 叶冰林握着苹果 不知为什么 鼻子有点酸 他从董事时起 就没怎么品尝过家人的温暖 父母每天都为生意忙碌 数百婶婶们的话语 总是家枪带棒 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拼命争宠 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一个 钱 正是因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才养成了他冰山一样的态度 这是他的保护色 看起来令人惧怕 却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的心里有多么的脆弱 又有多么的渴望爱 家庭缺爱 他更渴望爱情 可无论是上学期间 还是进入社会 碰到的男人 一个比一个恶心 或是贪图他的家世 或是垂涎他的美貌 偏偏一个个能力都不如他 又凭什么值得他爱 叶冰林甚至怀疑 他是不是命犯天煞孤星 这辈子都要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他以为 自己不会对任何一个男人心动了 可是手里攥着李锐萧的苹果 他的心砰砰乱跳 叶冰林看向李锐 这个以前从来没留意过的男人 最近几天 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身上有种叶冰林 求之不得的东西 叶冰林目光有些迷离 低声道 李锐 我就在这时 门声一响 陈青莲推门入 第0074章 修罗地狱 雨还在下 气氛有些尴尬 看到彼此的瞬间 叶冰林和陈青莲都吓了一跳 叶冰林有种被抓奸在床的慌乱 陈青莲则有一种 来的不是时候的紧张 叶冰林疼得一下起身道 我该走了 陈青莲则是往外退 我好像有东西落在公司了 叶总 青莲姐 你们不要互相误会 李锐见气氛有点不对劲 赶紧起身道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一分钟之后 叶冰林和陈青莲挤出礼貌 而客套的笑容 握了握手 你是他的私人理财顾问 叶冰林假作不经意地问道 我怎么不知道 银行还提供这种服务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奇异 他到底想问的是 银行有没有私人理财顾问这种服务 还是想问 私人理财顾问 为什么跟客户住在一起 陈青莲是何等聪明的女人 当然听得出叶冰林问题的奇异 却只当听不懂 微笑着道 国有大银行 当然没有这种服务 我们越发型是商业银行 一切以客户的要求为本 私人理财顾问 是面向资产过一客户的特别服务 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叶总如果有需求的话 可以到我们银行来咨询 叶冰林呆了呆 没有理会陈青莲回答中 那一丝若有若无的挑衅 只听到了几个字 资产过业 李锐的资产过亿了 虽然叶冰林早就知道 李锐的股票账户 和期账户收益惊人 开的那辆兵力幕上 也不是普通妇人能够驾驭的 但从陈青莲口中 听到这个信息 还是过于震撼 令她有点恍惚 她的父亲 那个整天忙于生意的大老板 为了赚钱 可以把老婆女儿都弃之不顾 这么多年下来 也没赚够一亿吧 李锐见识不妙 赶紧道 那个你们都还没吃晚饭吧 不如我们下去吃 陈青莲去扬起手里的餐盒 我打包了小杨生煎回来 嗯 李锐无语 我去换个衣服 再把生煎热一下 叶总应该不会嫌弃 这么简陋的晚餐吧 不知为何 平日里最有份寸感的陈青莲 此时却表现得 像是这个房子的女主人 脸上的温婉可亲的笑容 竟然带有咄咄逼人的气势 轻 李锐坚决不想 跟这两个女人一起吃饭 那是吃饭吗 那是修罗地狱 还没等李锐说出口 叶冰林淡淡的道 我最爱吃生煎了 谢谢你 李锐 我们继续谈事情 说着 他实实然坐下 我们再把明天 微博宣发的细节敲定一下 李锐心想 不已经定好了吗 还有什么可敲的 叶冰林却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 侃侃而谈起来 明天是周五 周末微博的流量很高 但也要注意几个问题 要避开年轻人群 尤其是25到35岁 购房刚需阶层周末夜生活的时间 尽量第一时间 对他们产生喧发上的冲击感 这都是李锐定下来 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重复的必要 这时候 陈青莲换好了家居服出来 李锐发现 他似乎又偷偷补了蛋装 经过餐桌的时候 陈青莲很不经意的道 李锐 还是酱油醋和辣椒油三种 按照老样子混合吗 啊 嗯 李锐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有这种老样子的调法 叶冰林的语速忽然加快 微博的文案 还得重新斟酌一遍 绝对不能有错别字 那边陈青莲也道 微波炉打两分钟就好吧 叶冰林的声调 提高了一个小节 第一波冲击后 最重要是续上热度 对第二波的预告 要清晰明确 要配果汁 还是可乐 还是果汁吧 碳酸饮料 对身体不好 你对第二波奖品的设置很有想法 但会不会给受众造成误会 你喝苹果汁 还是橙汁 李锐的脑袋里 嗡嗡乱响 如同置身在喧闹的菜市场 他看出来了 两女在明争暗斗 一个像是地头蛇 处处都表现出 对于李锐的关心和了解 一个则是过江龙 态度强势的不得了 这怎么搞 要不要装作发高烧晕过去 叮 终于 微波炉停了下来 李锐赶紧道 叶总 我有点饿了 咱们先吃饭吧 吃饭再聊 他顾不得装病 钻进厨房 帮陈青莲端生间 顺便把果汁和可乐 全都拎了出来 三人落座 位置很讲究 两人女人对面坐 如同楚河 VS汉奸 李锐坐在他们当中 不偏不倚 陈青莲微笑 李锐 你到底是喝果汁 还是可乐 果汁更健康一点 叶冰林淡淡的道 李锐 你平时不是都喝可乐的吗 李锐干咳一声道 果汁不错 可乐也挺好 我都喜欢喝 我准备先喝杯果汁 再喝杯可乐 叶冰林和陈青莲 同时瞪了他一眼 桌上不知为何 充满了杀气 李锐只当看不懂 给他们一人 加了个生煎道 都多吃一点啊 说完 他自己也加了个生煎 顾不得还烫着呢 直接丢到嘴里 大口大口地嚼起来 一边嚼还一边道 好吃 真好吃 看到他这个模样 两女也无话可说 默默地吃起来 餐桌的气氛 十分诡异 没人说话 只有咀嚼的声音 李锐很快吃完一份生煎 轻声道 我吃好了 陈青莲抬起头来 你嘴角有油 说着抽了张纸巾 就要给他擦嘴 另一边 叶冰凌也同时 把手伸向纸巾盒 空气中 似有电流滑过 李锐飞也试得 抬起手来 用袖子擦掉嘴角的油渍 然后道 我肚子有点疼 要去蹲个厕所 不等两女反应过来 她就冲进洗手间 把门反锁 打定主意不出来了 陈青莲看看叶冰凌 叶冰凌看看陈青莲 两女玩耳一笑 这是一场战争 未必就一定要跟李锐怎样 可女人们一旦蒙发了竞争心理 场面上就绝对不能输 何况是她们这种档次的美女 从小到大比魅力就没输过 绝对不愿意输给对方 陈青莲 你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叶冰凌淡淡问道 啪 洗手间里 隐约听到这个问题的李锐 手机直接摔了 第0075章 战斗开始 李锐从洗手间钻出来 有些意外 厨房里 两个女人谈笑风生 丝毫没有想象中的剑拔弄张 用不用帮忙 她溜到厨房门口刺探情报 不用 两个女人异口同声的说道 李锐更觉得迷惑 怎么这么快就话题为友了 女人真是比哥德巴赫猜想 更难理解的问题 就算李锐前世今生活了两辈子 也搞不懂他们那可爱的小脑瓜里 到底在想什么 收拾好厨房 叶冰凌出来道 时间不早了 李锐你好好休息 明晚就看你表现了 董事长放心 都包在我身上了 李锐忙道 叶冰凌点点头道 那就再见了 青莲姐 别忘了周末一起逛街 一定 陈青莲笑眯眯的道 送走叶冰凌 李锐回身狐一的道 青莲姐 你和叶总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陈青莲反问 你们刚才不是 不是有点火药味吗 怎么一下子变成好闺蜜似的 李锐问 陈青莲淡淡一笑 我和叶总萍水相逢 刚刚认识 又没有利益纠葛 怎么会有火药味 李锐很想说 难道不是因为我吗 可这样说 似乎有点太自恋了 一时张口结舌 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陈青莲就到 李锐都猛了 到底怎么回事 直到第二天醒过来 李锐都没想通 但他知道 陈青莲肯定生气了 因为没有早餐 在小区外面的早餐店 填饱肚子 李锐先去了寿楼处 经过白蓝两天的培训 新锐公司和寿楼处的员工 果然有了改头换面的变化 寿楼处的环境 做了很大的改变 不少地方都增加了古风装饰 墙上也挂了水墨画 韵味十足的 同时还有几分书香气息 女员工轻易水地 眼前一亮的新鲜感 尤其是白蓝 一身素雅长裙 温婉可人 让李锐联想到 新白娘子传奇里的赵雅芝 你真漂亮 李锐赞不绝口 白蓝脸上一红道 别笑话我 这样真的好看吗 当然了 李锐道 要是小夫妻来买房 你最好别出来接待 我怕新娘子会吃醋 你还说 白蓝修得一跺脚 李锐又问 宣传品准备好了吗 白蓝羞涩地道 亲亲爱从设计到工厂连轴转 加班了48小时 我也刚拿到样品 你确定要送这种东西吗 你不觉得挺有意思的吗 李锐反问 样品呢 拿给我看看 白蓝脸一红 我猜不要给你拿 让别人拿吧 不 我去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说着就跑掉了 李锐骚骚头 自言自语地嘟囔道 这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确定售楼处一切准备就绪 李锐又去了趟新朗公司 最后敲定几个细节 这才动身返回贸园广告 做最后的准备 今天 贸园广告员工全体就位 进入战时状态 所有人都知道 贸园广告迎来了命运之战 这一战如果成功 他们就能一鸣惊人 以后不管跳槽去哪里 他们都可以得意洋洋地说 那震动全国广告界的一夜 老子老娘亲自参与来着 如果失败呢 怎么可能失败 就这种大手笔的策划 绝对不可能失败 可就算他们很有信心 当主星谷没到的时候 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尤其是叶冰龄 一大早就到了办公室 这么一会儿 已经出来视察好几次了 大家心里都清楚 董事长不是来视察的 是来看看 李锐怎么还没到 这家伙 明明知道 今天是个大日子 怎么还没到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 李锐终于到了 他哼着歌 走进公司的瞬间 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劲 所有人就像是 绷着一根弦似的 脸上写满了紧张和胶着 你们怎么了 李锐疑惑地问 李军立刻迎过来 如释重负地道 李锐 你总算来了 大家都等你呢 等我干嘛 李锐惊讶到 李锐苦笑道 今晚就要开始了 谁能像你这么轻松啊 李锐乐了 千万不要太紧张了 免得晚上出错 我建议大家好好放松一下 想休息的 就去休息一下 想完的就玩一会 晚上五点回来 全院就位 这 李锐有些犹豫 董事长那边会同意吗 这项目是我负责 我说了算 大家先放假 记得五点准时回来啊 李锐挥手道 众人欢呼一声 除了必要岗位之外 转眼就跑了七七八八 等叶冰临发现的时候 办公室已经空了 李锐你又干了什么 叶冰临咬牙切齿的道 李锐耸耸肩膀 为了今晚养精蓄锐 你不希望晚上关键时刻 大家打瞌睡吧 叶冰临迟疑着道 那你也应该跟我请示一下 李锐语重心长的道 这点小事交给我来冲锋陷阵 董事长你 只要主抓总体战略就好了 叶冰临呆了呆 觉得李锐说的有道理 我身为董事长 就得有董事长的姿态 我运筹帷幄之中 李锐决胜千里之外 非常好 嗯 那就交给你了 叶冰临点头 等他回到办公室 才觉得不对劲 什么主抓总体战略 那不就是什么都不管干看着吗 时间飞快 转眼傍晚五点 其他公司下班的时候 茂园广告的员工们纷纷回归 所有人整装待发 准备决战 李锐开始分发任务 有人对接微博 有人监控数据 有人管理账号 与此同时 新朗公司海州分公司 也是全员加班状态 今天对茂园广告 对远航新天地 对新朗微博都是一个大日子 马文轩坐在办公室 看着微博流量缓慢的增长 觉得差不多了 他拨通了李锐的电话 差不多了 现在流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需要你刺激一下了 明白 李锐到 战斗 开始 第0076章 汹涌流量 2010年10月15日 星期五 晚20点09分 一个很普通的周末晚上 年轻人结束了一周的工作 刚刚吃过晚饭 准备享受假日 他们中的很多人 已经玩逆了开心网和人人网 转站到最流行的微博上 去看看又有哪个明星入住 也看看自己有了几个粉丝 这个时间段 V博的流量正好达到一个高点 老公 帮我看看下午发的那条V博 有没有人给我评论啊 你V博一共才二十几个粉丝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评论 让你看你就看 周辉和陈黎 是一对在海州闯荡的男女朋友 工作和感情都很稳定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 买房结婚的程度 两人刚刚吃过晚饭 回到家陈黎就急不可耐的 想要登陆V博网站看看 周辉拗不过女友 只能打开电脑 登陆V博 进入首页 然后就轻易了一声 晚上的V博 似乎和白天上班 摸鱼时不太一样 多出了一个热搜分类 还有个排行榜 一 远航新天地 百万大抽奖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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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雷 陈 娜 喂 谁才是真正的V博女王 Hot Hot 三 我的女友是九尾狐 真的好看吗 Hot 四 热搜榜是根据用户搜索量排序 表明了当前V博的流行趋势 好像挺有意思的 周辉念出了热搜榜的解释说明 随手点击了排在第一的V博 页面跳转 有点卡顿 怎么回事 今天上网的人有点多啊 平时都不卡的 周辉有点奇怪 陈黎洗过脸 贴着黄瓜面膜走出来道 有评论吗 周辉道 等一下 V博有点卡 可能是新推出这个热搜榜功能引起的 怎么这么卡啊 陈黎过来 看到正在加载的页面 也觉得有点奇怪 难道是 V博那边的网络出了什么问题吗 周辉检查了一下宽带 没发现任何问题 不禁抱怨起来 V博的服务器不是挺牛的吗 前几个月天后非 宣布开演唱会的时候 网页开的也很顺畅啊 就在这时 缓慢加载的页面 终于出现了内容 陈黎凑过来 发现周辉打开的不是自己的V博 顿时就恼了 我不是让你打开我的V博吗 你看的这是什么呀 远航新天地 你要买房 周辉连连摇头道 没有啊 我就是随便点开热搜榜第一名 远航新天地 是远航地产的楼盘吗 两人本来也打算买房 不由得来了一丝兴趣 没听过这个小区啊 在哪里 陈黎奇怪的问 周辉奇怪的则是 V博热搜第一 为什么会是个楼盘 他们和无数网民一样 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榜 还以为真的是按照 时时流量里排序呢 浑然不知未来许多年里 热搜榜会成为一个 充满妖魔鬼怪的地方 页面全部加在完毕 陈黎本想看看楼盘的位置 忽然瞥见这条 V博的评论和转发数 顿时傻眼了 怎么可能 周辉问 怎么了 你看评论和转发数 是不是程序搞错了呀 陈黎惊道 周辉定睛一看 也惊呆了 评论17358条 转发18399次 这也太夸张了吧 一个楼盘发的V博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评论和转发 要知道 就远现在V博上最火的姚晨 发的V博 也没有这么高的关注量啊 根据统计 1000个粉丝当中 只有100个会经常浏览 关注对象的V博 这100个人当中 又只有10个人有评论的意愿 这10个人当中 更是只有2个人 愿意动手转发 姚晨的V博 平均有2000评论和500转发 说明实时关注他 V博的粉丝 大概在20万左右 已经是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了 这个楼盘V博 居然有将近2万的评论和转发 两个数据还相差不多 莫非是有2000万人 在关注这条V博 难怪刚刚加在页面这么慢 看来是人太多的缘故 他到底发了什么 吸引了这么多人 周辉和陈黎同时怀着好奇心 看向V博的内容 为庆祝远航地产成立20周年 1990年至2010年 继远航新天地开盘 贸园广告写手新浪V博 和远航新天地 从10月15日开始 连续四周每周五晚20点 举行抽奖活动 今天是第一波 将在转发家评论的用户当中 抽取113位 庆祝11月3日成立纪念日 信任 每人赠予1万元现金 抽奖截止日为10月21日24点 结果将于10月22日星期五公布 同日开启第二波抽奖 两人惊呆了 老公 这是真的假的 真的会给1万元现金吗 嗯 好像是新浪官方联合举办的活动 应该不会骗人吧 那我们要不要转发评论一下 肯定啊 买彩票还得2元钱呢 这是白给的机会 为什么不呢 类似周辉和陈黎这样的年轻人 在华国大地上 还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 他们都被新推出的热搜榜功能吸引 进去之后 就看到远航新天地的微博挂在最上面 等看清楚内容之后 全都无比震惊 在此之前 有人在微博上抽过奖 却没有人把抽奖搞得如此隆重 如此盛大 奖品又如此的丰厚 只要评论家转发 就有可能获得1万元的现金 何乐而不为 而且一个人参加还不够 赶紧通知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 有微博账号的赶紧登录参加活动 没有账号的 马上注册一个来参加 为什么周辉和陈黎刚刚打开页面那么慢 不是他们的网络出了问题 而是新朗微博的服务器承受不住汹涌而来的用户 如同风中之竹般的处于随时档季的边缘 用户太多了 燕州 新朗公司总部 尽管事先已经接到海州分公司的报备 提前增加了服务器 可是当技术部门看到无比汹涌的流量涌入时 还是吓呆了 他们准备的服务器瞬间被撑爆 再开通再撑爆 连续20组服务器相继撑爆 眼看后背服务器就要用光 赶紧向上级求救 上级先是震惊 后是狂喜 可以预料的是 明天众多门户网站的科技板块头版 都会是这件事 第0077章 如此强烈 马总 燕州总部 CEO电话 燕州总部的电话 打到了马文轩的办公室 马文轩正兴奋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流量分析 满脸潮红 听到秘书带来的这个消息 立刻让惊喜的情绪平稳下来 这才接过话筒 曹总您好 我是马文轩 恭喜你 这个项目做得非常好 目前反响非常强烈 已经有十几家媒体联系我们 希望能够做深度报道 话题里传来新朗CEO曹伟的声音 微博是曹伟立主推出的项目 目的就是在新媒体时代 占有一席之地 挽回新朗曾经拥有过的荣光 在曹伟的战略板块中 微博是核心 也是重中之重 新朗的所有运营 都要围绕微博展开 虽然新朗微博 目前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可后面有企鹅狐狸网易 等竞争对手的拼命追赶 让他不敢掉以轻心 每天都在思索 怎样干掉竞争对手 独霸这块市场 今天 马文轩主导的这个项目爆了 根据数据显示 过去一小时 新朗微博增加了300万用户 流量扩大了8倍 同时在线人数达到了1400万 增加的20组服务器 全部亮了红灯 后续追加的50组服务器 依然不够用 目前还有一百组服务器 正在连接当中 爆了 彻底爆了 曹伟一直寻找和期待的机会 就这样不期而遇 可以想象的是 现在其他几个竞争对手的脸色 一定不好看 本来就处于下风的他们 经此一役 只有被动防守满地找牙范了 一想到这 曹伟就开心的 要笑出声来 自然也就对有功之臣大家赞赏 马文轩很激动 能够得到顶头上司的赞赏 意味着很多 谢谢曹总 这个项目的效果 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我会在目前的基础上 深入发掘潜能 继续扩大影响力 马文轩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 这时候正好用得上 曹伟越听越开心 笑道 你能有这样详尽的准备 说明了你的能力 文轩 这个项目过后 有没有兴趣往燕州挪一挪 马文轩浑身一颤 海州分公司副总 说是高管 其实距离新朗公司的真正核心 还差着一大步呢 如果去了燕州 才能算是真正的核心 也意味着 他朝着新朗真正的权力宝座 迈进了一大步 这种好机会 无论是谁都不会放过的 马文轩下意识的就要答应 却在这时 一个身影在他脑海里飞掠而过 令他略微犹豫了一下 话筒里传来曹伟的疑问 怎么 不想来 马文轩迟疑了一下道 曹总 关于这个项目 我有些话需要跟您汇报 接下来 他就把项目的前因后果 原原本本的汇报给了曹伟 最后补充道 曹总 整个项目 从提出到策划到执行 全都是李锐一手完成的 我只是 起到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 我个人感觉 李锐在新媒体运用方面的嗅觉和能力 远远超出想象 所以我有个想法 暂时留在海州 尝试吸收他加入新朗的团队 您觉得呢 话筒里有片刻的沉默 马文轩有点紧张 曹伟会不会觉得我不识台诀 我是不是不该提李锐啊 该死的 我到底在想什么呀 就在这时 曹伟笑了 文轩 你能有这样的想法 我非常高兴 我完全支持你的做法 我的邀约也会一直有效 吸收李锐这件事 就全权交给你来处理 如果需要总部方面的帮助 你尽管开口 期待在不远的将来 我能够在燕州见到你和李锐 多谢曹总信任 我会努力的 马文轩的心火热起来 更火热的是新朗V博 从热搜榜出现的那一分钟开始 V博的流量指数就疯狂暴涨 拉出了一条大大的阳线 不管是曹伟还是马文轩 叶冰林还是李军 甚至包括李锐本人 都低估了周末 流量 热搜 抽奖和一万现金 叠加在一起威力 也低估了一传实实传摆 这句古话的威力 V博上的转发流传 平台间的网友推荐 亲朋中的分享 甚至还有一些媒体的推播助澜 全都成为V博的流量 流量的暴增 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 才终于平缓下来 而此时远航新天地的那条V博 已经成为了新朗V博公测以来 评论和转发数量最多的一条 把所有的大明星 全都远远地甩在后面 连他的尾灯都看不到 评论109万3487条 转发106万5534次 双双破百万 这才只有六个小时 等接下来这个周末的发酵后 最终的评论和转发会 达到一个什么数字 谁也预测不了 而评论中也有各种的声音 真有一万奖金吗 不是骗人的吧 怎么抽奖 别跟双色求是的暗箱操作呀 反正抽不到 我就是有黑幕 开发商天天哭穷 结果随便一抽奖 就是上百万 大家要记住 羊毛出在羊身上 请问这个远航新天地楼盘 在什么位置啊 我正好想买房 位置挺偏的 听我一句劝 不要买 楼上说的对 那地方鸟都不拉屎 你们说话这么难听 看来是不想被抽中了 各种各样的评论 有包有贬 有赞有讽 但没有人在乎 因为名声打出去了 华国的最北端冰天雪地 最南端热带岛屿 最西端群山高原 最东端大海之冰 全都听说了远航新天地 很多人都在问 这个楼盘在哪里 更别提海州人了 同一个时间段里 远航地产的官网也瘫痪了 成千上万的人跑到官网上 搜索远航新天地的楼盘情况 咨询电话更是在半夜不停响起 已经有人要预约看房了 虽然有所准备 可看到如此疯狂的局面 李锐还是震惊了 2010年的网友们 还没见过大场面 只不过搞个百万大抽奖 就反响如此强烈 这要是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一口气搞下来 你们能撑得住吗